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你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都在那边Google 香蕉的生产 香蕉的产量 季节什么 这些你要去查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料来 这我们叫做植物生理 所以学农来讲很基础的 农学院大概其他的科系 他们大概都有这样子 需要去做这样的了解 所以这个园艺 或者是这个农艺的话 他们可能要去学植物生理的一个部分 然后如果是动物的话 动科他们大概去了解动物的一个特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的话 当然我就要跟大家来稍微简单的 带一些 我觉得是在台湾是相对重要的一些农作物的话 然后我带一些比较重要 就是当你出去人家问你是农金系 那农金系做什么 那或者是他们去问你说 这个植物生病了 你可帮我看看它到底生什么病的时候 你还可以讲得出来 所以我跟农还是真的有一些关系 茶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茶叶 其实是中国最开始用茶叶来当饮料 跟甚至可以当药物的 那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话 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里面 那日本的话更是博大晋升 他们做出所谓茶道的一个部分 那它相对的 它产生出来的这些周边的一个产品的话 当它把我们在讲文创 把这些这个文化创意把它加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去加值的一个产品 这里讲到我们的栽培技术 所有的农作物当然都是讲到栽培技术 所以我们讲它有有性繁殖 有无性繁殖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有性繁殖 当然它就用这个茶树子来做繁殖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加接的一个部分 这加接的部分是 把一个茶树的资条 然后借到另外一个 已经长到某一个层数的这个树上去 那你就可以缩短这个树成长的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老树 我们就说老树新枝 就是它本来有这个树干 那我就把这个新的品种 把它接到 接到既有的这个品种上面去 那我就可以让我的这个新的品种的话 不用从零开始 不用从这个树子的话 茶子的话这样开始生产 它可以更快的 就可以开始去长这个茶叶出来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 改良品种 因为当你一直用这个茶子去繁殖的时候 事实上它有品种退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在农作 在农艺的这个部分的话 无性繁殖是我们用很普遍的一个技术 好 那另外你要知道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农作物 尤其是像这种树 有树干的 这种果树 茶树 它的碱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通常就是说你这个 你的这个 像果树的话呢 你在采收完之后你一定要把它剪枝 一定要去剪枝 让它的这个 让它有点去修养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可以看到从 你树已经这个 我们已经把它的叶子都这样摘光了 那它必须还要在 植物是靠这个叶来行光合作用 来这个 来提供它生长的一个养分嘛 所以当然你这个树枝的话 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修剪的话呢 让它可以在下一个新的一个季节的话呢 它可以长出更好的一个叶子出来 但是剪枝呢 要怎么剪 不是随便乱剪 它也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 很专门的一个技术 我曾经跟原艺系的老师 到我们的这个梅峰农场去 因为他是教原艺系的学生怎么剪枝 所以他就说 这个是多年生的枝 这个是一年生的 这是今年的 你该剪的是什么 你不会把多年生的那个剪掉 因为他是主干 所以你要剪的呢 就是今年生的里面 你要剪掉一些这样子 可是你剪的时候呢 他们又有所谓的三刀法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要是剪得不好的话呢 就像你人的皮肤受伤一样 这个树也会受伤 所以它可能就会留下疤痕 它可能就会 后面的话 它甚至会得到细菌的一个感染 它就会生病 所以这个剪的技术的话呢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技术 所以像我们现在的路数 我们现在的路数 我们自在讲说 我们要去做所谓的这个树医生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是路上的树呢 是属于公众所有 所以它不能够万剪 不能台风过后的话呢 你就看 这个什么公园路征管理处 就派人出来 然后卡卡卡卡 树全部剪掉了 要很专业的剪的 所以包括你看台大校园里面的这些树 倒的倒 台风之后倒的倒 然后学校就要去把它有一些 应该要砍掉的就砍掉 然后应该把这个树干 怎么样剪掉就要剪掉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现在记得繁殖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无性繁殖技术的一个部分 再来是剪脂 它是很专业的 它也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这些小细节没有做到的话呢 那当然就会 这个生产出来的 生产出来的这个茶叶的品质 就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讲的所谓的红茶绿茶 这些茶的话呢 基本上是因为发酵程度不一样 是因为发酵程度的这个不一样 所以像绿茶 基本上黄茶或者它是不发酵的 那乌龙茶的话呢 它是不分发酵 那红茶的话呢 是全发酵 黑茶的话呢 它还有后续再继续发酵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越发酵的茶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它当然就是比较不会去 如果说按理空腹喝的时候呢 它比较不会有伤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当然越发酵的话 可能它的我们所谓的那个什么 额茶数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它可能就相对就会比较小了 所以像绿茶 我们说它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音频 或者是它可以有什么抗氧化的功能 像等等这些 基本上因为它不是 它没有发酵 它完全不发酵 所以它的这些这个什么 这个额茶数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相对它的量就含量是比较多的 好那 那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喝红茶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是全发酵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对红茶的一个理解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贵族 要喝下午茶的时候就会喝红茶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黑茶的部分大概就是所谓普洱茶 所以它是先 它需要还要做一个所谓卧堆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是它的这个茶叶的话呢 就是可能做成饼状啊 做成铺状啊 或做成这个块状的话呢 然后继续再去储存它 再储存的过程的话呢 让它继续再去做发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像普洱茶的话呢 基本它其实也可能有这个 没有发酵的 就普洱茶也有没有发酵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那个很乌七八黑的那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可能就是黑茶的一个部分 可是即使那个没有发酵 它慢慢放着的话 在空气就是它适当的保存 它其实还是慢慢在转化 所以这个普洱茶的话呢 因为它储存的 它只要没有变质没有变化 其实所有的茶都一样 它越老是越有价值的 它越老是越有价值的 而且每一年的这个茶 其实跟葡萄酒是一样的 当年的气候的一个关系的话 也影响到茶叶的一个品质 所以所谓老茶的部分的话呢 也是在这个茶叶的里面的话呢 一个很新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其他农产品呢 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 你都要蹭新鲜啊 或者只有一段储藏 可是茶叶的话呢 它只要保存得好 它放得越久的话呢 其实它的价值是越高的 它跟酒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 那台湾的茶叶发展史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提供了我们蛮多的这个 在其他的类似的这个农产品开发上面的一些想法 好 那最开始呢 当然是八世纪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你莫清楚吧 大概在那个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台湾呢 大概就是从这个葡萄牙人占据 然后到这个荷兰北边西班牙人南边是葡萄牙人 然后后来郑成功来了是不是就把荷兰人赶走了 然后就以台湾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所以那时候台湾的话就开始有所谓转口贸易的部分 那包括荷兰人在这边占据的时候 他当然也是利用台湾当做他一个转口贸易的一个场所 所以当时大陆的这些茶叶的话呢 有一部分就是靠台湾的话 经过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对不对 有这个地方来做出口 那台湾真的开始生产呢 大概到18世纪末 那18世纪到这个1885年的这一段时间的话呢 就开始有人把茶种 就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什么 这些乌龙的这些茶种的话呢 从福建就跟着移民这样子带过来 然后在台湾开始市众 可是当他开始真正大量生产的话呢 就开始有开始大面积生产的话呢 他大概在1885年以后 到二次大战之前的话呢 这段时间其实都是台湾的这个茶叶的话呢 生产非常多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外销很出口畅旺的这个时候 就是至少在1982年之前 二次大战一直到1982年之前的话 这段时间都是台湾的这个茶叶出口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好这个是来自这个陈又仁老师 我们原一系陈又仁老师 他当过这个茶叶改良厂的厂长 所以他对茶叶非常有研究 这是他做的一个整理 那这段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 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段里面很重要要讲的 就是说当时制茶的话呢 其实还是在福建 那我们就把茶叶透过台湾的话呢 就把它外销出去 可是当台湾开始种的时候 这里面就牵扯到 就要讲到一个英国人 叫这个John Doe的这个人 他跑到一个商人 现在商人很重要 可以当总统的 他就考察了这个 大陆跟台湾的经济环境之后 他觉得台湾是可以种的 那所以他做什么事情 他要台湾的这个农民来种的话呢 那你完全没有种过 那你需要农民种 你是不是要给他一些支持 所以他选择用弃作的方式 然后他的钱从哪里来 他去跟大陆的这个银行来借钱 那有人说呢 这个厦门香港的这个中资银行呢 就是胡雪岩的银行 所以胡雪岩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 也站了一个角色 传说了 可是他就去跟银行借钱 借来之后的话 他就跟农民来进行弃作 那这个弃作范围 大家看得到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南港 就在我们的猫空这一带 所以台北之前是有产茶的 我们是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产茶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产茶 当然因为我们有一些丘陵地 它本来就很适合生产茶叶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利用哪个地方来做出口 当时的淡水盒还具有航运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些茶叶生产完之后 事实上他可以透过这个淡水盒 所以我们的大稻城的那个地方 那么多的一些商航的出现 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茶叶的话 去做出口 然后后来这个茶叶的生产的话 后来这些茶叶的生产 就慢慢的开始去往什么 就继续再往这个比较到新竹的那一带 因为这个淡水盒的上游 不是可以走到大汉溪吗 这个可以走到这个大汉溪 然后大汉溪的这个上游的话 大概就是那应该是新竹嘛 大关西的那一带 所以那个地方之前 有生产很多的一个红茶 他们也是去靠着这个 透过这个大汉溪的河运的话 从这个小的小船 然后把它搬到这个淡水盒之后的话 才由这个大船出去 所以你看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1885年到1945年 就还是期末的这段时间的话 台湾的这个茶叶的一个出口 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品 它在清朝的这个GDP里面 也占了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这也是我要去讲 这个台湾的茶叶的一个部分 它曾经在台湾的这个 经济发展上面的话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更希望你刚刚注意到 留意到了 这个英国人 他在发展这个茶叶 在台湾发展茶叶 他的一个具体做法 他怎么做 你一定要资金过来 然后你要把什么 把茶种拿过来 然后你要跟农民做起座 你要去担保农民的这个茶叶 你要他种 你一定要把它卖掉 所以基本上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 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 那当然他也考察过 他很重要的 这些茶叶到哪里去 要到英国去的 所以他的目标是很清楚 他的目标市场很清楚 他是要到英国去的 所以包括这个 你如果到关系那一带的话呢 那边其实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制茶厂 就是他会告诉你 在当时他们其实很多 他们所谓的这个东方美人茶的话呢 出口到英国去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在做包装 怎么样在做出口 他们其实有很多茶叶博物馆 在那个地方 还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留下来 那当然到日据时代的话 我们看到 日本人到台湾来经营的时候 当然他的目标是把台湾做成 农业的一个基地 那日本的话是他的工业的一个基地 所以他对台湾基本上是进行了一个 很仔细的一个研究 那他也他就把台湾全部走遍了 然后在南投渔池的那一带的话 他发觉那个地方是很适合种茶叶 特别是种阿萨姆 所以你今天到这个 你今天到这个渔池乡那个地方去 其实还有很多是当年留下来的 阿萨姆的这个茶树 还留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当时的话 日本把这个阿萨姆茶叶引进来 你可以看到 在清末的那个地方 在二次大战之前 我们种的基本上都是什么 大概都是从福建引过来的 这些乌龙茶种 所以那个阿萨姆是日本人 把他引进来的 就把他引进来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 在南投渔池乡的这一带 就是要进日月坛的旁边的周边 这个地方来种 然后他当然又设了很多什么 不会只叫你种茶 他当然设了很多的厂 做茶的一个茶厂 茶厂 所以他就做很多的这个红茶 这些红茶也可以看到 他就卖到哪里去 他就有目标市场 他卖到这个东北 东三省 当时的东三省 还有这个南洋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呢 基本上 这个红茶也曾经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物 你现在去的话呢 戴基月坛这地方会告诉你 我们现在不是用阿萨姆 我们用什么 就是红玉 就是那个台茶18号 就是改用这样的这个茶树 在做生产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就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品种改良的话呢 相对是非常成功 可是在日据之后到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二次大战结束到 我们关乎这段时间的话呢 当然战争的关系的话 当然茶业的一个消费的话呢 也就比较这个萎缩 所以那个地方的茶树的话 还有他的这个制茶厂 当然就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缩减下来 所以你就不太知道说 那个地方曾经是 很重要的红茶的这个生产基地 但是当地 当我们在开始做 我们农村的这个产业复苏的时候 就会有人开始去查 这样的一个历史 然后就会把这个 我们早年 曾经生产过的这个农作物的话 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 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日月潭的一个红茶 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说 它为什么突然可以穿红出来 其实它是有很好的根基 在那个地方的 但是现在的茶业呢 你讲台湾茶叶生产 你都觉得在哪里 高山巷对不对 都要往那个很高的山巷 台湾现在的所谓的这个 从什么露骨的这个乌龙茶 然后后来呢 一直要走到梨山 走到梨山 走到齐来山 都往那个高山巷去了 可是这样子走的一个 问题在哪里 当我们茶叶慢慢往高山巷去发展的时候 它带来我们水土的一个破坏不是吗 因为你到山巷上去种这个茶树 因为它也不是很抓根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树种的话 那当然造成我们水土保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为了种这个茶树 你是不是就要开很多的路 你要把这些树的 把这些茶叶印下来的话 那你就要增加很多的这个路的一个开放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 做茶 它比较特殊的 它不是只是卖 就是说茶笼的话呢 它采收的是一个茶青 是茶青 然后它需要先做 做尾雕的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呢 再去做烘干 再做发酵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再去做干脏 所以它可能做成比较简单的这样子 出制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 那可能就有人把它直接卖出口 到国外去再做什么 深加工 再把它做 这个地方的一个加工 包括可能再让它发酵 或者把那个里面的这个叶子啊 什么这些 做一些分析这样一个动作 那可能也在我们国内来做 我们包括国内来做 也可以就是再做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个生产 这是农委会的资料上面呈现的 就以前我们外销为主的话 大概是这样做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做 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大概已经都直接做了吗 茶笼这个地方 有一部分跑到哪里去了 茶饮料 对不对 然后茶饮料变成我们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块 就是 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不太喝茶的 因为喝茶太浪费时间了 不是吗 我们就说 那个叫老人茶 还用那个小胡子 还在慢慢冲跑 然后你要有很多时间 台湾人坐在这样 台湾人这边很悠闲的这样子喝茶 所以那叫老人茶 那年轻人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喝茶呢 开喜婆婆出现的时候 你们大概还没出生吧 台湾的第一个就是开喜 开喜乌翁茶 然后就有一个开喜婆婆 她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有这种灌装的这个 这个茶饮料就出现了 那这个产品的话就开始出现 那所以 它变成我们在这个茶叶饮用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里面也就 刚刚前一页没有看到的 民国81年之后呢 台湾的茶叶进口量开始超过出口量 那因为种茶太辛苦了 因为你采茶很辛苦 然后你再看到现在 以内销为主的话 也就是说台湾的茶叶的生产量 不再是那么多了 没有那么多人种 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种了 所以这个茶都从哪 这些饮料制造厂的茶叶 都要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很多 其实都越南茶来的 然后就开始去讲越南茶 什么落叶季的关系 有怎样农药 荣耀超标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就是这样子 搞不好你也喝了很多对不对 你也喝了很开心 好 那在这边 我们有讲到茶 我们讲一讲茶文化的部分 你还喝茶吗 你什么时候喝 你喝白开水 你去星巴克喝咖啡 还是你会喝这个罐装的茶饮料 喝黑松茶花是不是 因为可以减肥 还是那个什么 美日什么剑是不是 也可以标榜可以减肥 所以要功能性机能性的这个茶饮 你会特别去喝这些 那我要去讲它为什么有文化的一个部分 它为什么有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在讲它文化的部分 我们去讲说 比如说我去挑这个茶壶 它必须是这个紫砂壶 因为它泡的这个 泡出来的这个茶香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还要强调说你的水温 你要用什么地方的一个水 然后就会做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强调 那天然明茶在这个地方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它不是有一个什么吃茶去吗 它有点也是去走文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它有没有办法取代星巴克 有多少人你宁可到星巴克去喝咖啡 还是你会选择你要到这个吃茶去去喝个茶 那另外一个我们值得追问的 其实你可以讲得出来的 茶的品牌 你讲得出来的品牌 你可以讲得出来的 讲到茶 你第一个有品牌的 你会讲哪一个 讲到茶 你就想到有茶包的话 你就想到谁 你一定想到利盾对不对 你一定要想到利盾 那当然利盾他已经做茶做很久了 那他的茶叶从哪里来 可能过去是我们供应的 他不见得有他自己 他绝对不会有他自己茶 你不要忘记了 最开始英国人在台湾生产茶叶的时候 英国的茶其实完全是靠进口 所以他们喝茶呢 他不需要自己去种茶 就像你喝牛奶 不需要自己去养一头牛一样的一个道理 那但是利盾的话 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个品牌建立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讲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 你喝的叫乌龙茶 你喝的叫龙井茶 那龙井茶它有点是跟地名有关系 你喝乌龙茶呢 好像跟茶树有关系 对不对 那你说包种茶呢 包种茶哪里有 平宁有 是不是 文山也有 叫文山 平宁 然后南港可能也叫包种茶 那他的烘培方式也是这样子 可是你永远叫不出来一个叫什么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牌的出现 你叫那个 他只是说制作方法所形成的一个名称出来而已 他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茶名字 没有一个品牌出来 那利顿他很厉害的 他的红茶呢 他就把他做了一个品牌 所以讲到红茶 讲到这个茶包的时候 他就叫什么 你就会想到是利顿 对 你就想到他是利顿 他基本上就跟红茶做一个连结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101 有去101吧 101的那个 在他的群楼的那个四楼还是五楼这个地方 一个守护梯上去 我们也叫你去逛那些品牌 一个守护梯上去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很大的 类似像这个吃茶去这样子的一个 也是卖茶点的这样子 那家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那家店叫什么 那家店叫TWG 他是新加坡的公司 他卖茶叶 他卖茶叶 然后他用黄色的包装 等一下有空就去看一下吧 然后他的茶叶卖得蛮贵的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卖茶叶 以前那个位置是琉璃工坊的位置 琉璃工坊就被请到旁边去了 就这一家生意好的 业绩好的就占助的这个位置 就是TWG 我说他卖茶叶 他是新加坡的公司 茶叶从哪里来 而且他的历史也满悠久了 他大概18多少年的时候就成立这个品牌了 他就叫TWG OK 所以你不用有茶叶 但是你可以有什么 你一样有品牌嘛 你一样要做品牌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包括大陆他们也在问他们自己 我们生产那么多 全世界茶叶生产最多的 可是哪一个是中国茶叶的品牌 不知 那过去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生产那么多 结果我们出口 结果我们出口都是什么 其他人的品牌 我们可能都帮人家代工 所以这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就帮人家代工 那这个人家订单不给你 他就转到其他相对更便宜 他转到越南去了 那你就没有 你就没有生产的一个必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 台湾茶很好 台湾的乌龙茶品质很好 台湾的这个包装茶品种很好 这个茶很好 你不能再讲什么 你不能再讲它叫台湾包装茶 对不对 你不能再讲它台湾的这个什么 鹿骨乌龙茶 你应该讲的是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品牌出来 你要讲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牌 有一个代表台湾茶叶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出来 你叫TWN也可以吧 对不对台湾嘛 所写叫TWN 是不是 所以那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茶的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部分 有多少人系用这样的一个紫砂壶在泡茶 所以是这个传统是不是应该继续 虽然它很麻烦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 包括我们的这个鹰鸽的话呢 其实他们也可以消这个紫砂壶的 当然这个材料这个砂土可能我们不是有那么多 那或者我们应该去开发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泡茶 这是我们在这个茶叶生产上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持续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 蝴蝶兰也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产业不是吗 好 那我之前跟同学提过 其实在蝴蝶兰之前的话呢 我们讲果蓝 我们讲果蓝 那这个蓝花呢 它有所谓的这个气生 就是长在树干上面的 那这是气生的一个部分 那有长在土里面的 所以过去的果蓝 它其实是长在土里面的 那有一些是长在石头上面 还有一些是寄生的 它是跟这个 其他的这个植物的话呢 是长在一起 那蝴蝶兰基本上 它是一个气生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蓝花 那过去的果蓝的话呢 它就是比较是在土里面 所以它是会种在盆子里面的 那多数的这个原生种 我们看到大概都是来自什么 印尼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台湾真的也有 我们自己的原生的蝴蝶兰 那一个是这个白花蝴蝶兰 这是熟生的这个台湾阿嬷 因为它叫阿嬷比利斯 念起来很像台湾 就叫很像阿嬷嘛 阿嬷比利斯嘛 所以就是这样把它叫做这个 台湾阿嬷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比较桃红色的这种 鸡蝴蝶兰 这是台湾的这个原生的这个蝴蝶兰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用这些蝴蝶兰 跟我们从外面引进来的 引进来这个品种的话呢 去做 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去做这个 让它们去 让它们去交配 然后培植出不同的这个 花细花色出来这样 好 那这是蝴蝶兰生长的一个条件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它是要利用它的一个气根来生长 那这里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开花的条件是什么 它适合生长的温度是25到30度 可是温度降到18到20 就是说温度降温的话呢 它就会长抽花梗出来 然后就会开花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们如何控制蝴蝶兰开花 你的生长的这个条件里面 你要让它有降温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它平常呢 就像我们现在这一段季节 它都是在30 25到30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那一个寒流来以后呢 你就知道你的蝴蝶兰要怎么 要抽 就会抽花 就会抽花梗出来 然后它就会开花 所以就利用这个 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 它的这个植物心理 它的生理特性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 我们的这个花的一个调控 做这个花的一个调控 好 蝴蝶兰基本上 是用无性栽培 就是我们讲的 组织苗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用这个组培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 好 那 从哪里开始 从组培苗 然后开始进瓶苗 然后进小苗 然后开始一直换换换换换 好 这边你看到 需要做地温吹 地温吹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抽花梗之后呢 它就开花了 好 那在品种交配的时候呢 就不是用无性繁殖的方式 它真的还是要让它去开花 然后要做人工授粉的方式 好 这个交配的话呢 就是这个喜欢去陪 陪这个兰花花苗的这些人的话呢 他们就会在那边 做这种媒介的一个 像蜜蜂一样 然后他们就去把这个熊蜂呢 跟那个磁蜂呢 去做这样的交配 所以他们就培养出新的一个品种出来 好 所以新的品种呢 你要用果价 然后就到平苗 然后让它开花之后 再去取它的这个 所谓的 所以 主培的一个部分 是取这个兰花的 可能它的金的某一块出来 好 就不要用娜娜的话 就是从它的这个金里面的话 去取一块 就是它的组织点的这个部分 生长点的部分 取它一小块 然后就可以开始 放在这个培养液里面 开始来培养 好 下面就有很多 不能带你们去实际参访 那你们就看照片吧 好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组培苗 就我们从 从原来这个兰花 它的金上面去切一小块下来 好 这靠近它的这个生长点的地方 去切它一小块的组织 然后再把它切小块 切小块 然后就放在这个组织液上面 让它去慢慢的再去做分 在它去分解 做细胞分解 然后就有这个小苗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小苗 所以这个叫平苗 因为在瓶子里面 所以它叫平苗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平苗呢 当它长出来之后 就要靠人工把这个 把这每一个这个 这个苗的话呢 再把它分出来 再把它分出来 再放到这个 好 再把它分出来 放到这个小花盆去 所以这个地方是 非常非常需要人工的 好 这个地方是需要人工来进行的 好 那这就是很多平苗 它必须在一个什么 低温的环境里面来 所以它 你要生产平苗的话 你需要很大的空间 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 好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话 你来做这个平苗 好 那你看它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什么 把它移植到这个所谓小盆 好 那这些东西 这个是海草 好 这是海草 这都是进口 都是进口的 因为我刚刚讲它是一个气生 所以它的根是要露出来 所以它不能种在土里面 所以它就要种在这样子 好 这叫 这个叫戒指 让它生长的这个环境叫戒指 它基本上就是海草 就是海草 那都是进口 都是进口的这个海草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小苗 对不对 好 慢慢的开始长大到大苗 所以我们现在兰花生产 大概都是非常的机械化 然后都是像这样的一个设施 这样的设施 然后这些 这下面的话 大概都还蛮自动化的 那包括它的沙水 包括它的这个温控的话呢 大概都已经做到 做到这个 都用机械化来控制了 好 这已经是2.5年 那兰花生长的话呢 它一年大概长一对叶子出来 所以你就看它几对叶子 就知道它大概几年生了 然后这个叶子是不会掉的 所以它会一直在 最下面那个叶子就是最早出来的 然后在第二年长第二年的叶子这样 所以它就成对 你就可以看到 它下面的这个成对的一个叶子 那你要看这个兰花好坏的话呢 你就是要看这个叶子 它最早长出来的那个叶子的话呢 它还是很肥厚很绿的话 那这个兰花就是比较好的兰花 它就会开着比较 它开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你看 你像这个兰花 它大概几年了 几个叶子了 大概已经有三年以上了 大概有三年以上 然后还有就是 你要看它的这个气根 它的气根的话呢 长得非常的 长得非常的壮的话呢 这个兰花也是相对 就像人 你的这个体质的话呢 它就是相对非常好 好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有几个开花了 对不对 因为只要有点少有低温的话 它可能就会开始抽花税 那这边基本上是还没有去处理的 所以它降低温的话呢 它就可以开始去开花 那这个品系叫做V8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阿玛比里斯 台湾阿玛呢 再去跟其他的 真的是 这个东南亚的这个蝴蝶兰 去做交配之后配出来的 因为这个阿玛比里斯 其实是很小的花瓣 所以配出这个很大的一个花瓣出来 好那 这每一株大概就是 每一个 大概就是抽一个花絮出来 好那这一个 这一支的话呢 好它会从这个 最消灭开始开吧 好然后每一个 每一次就开两朵这样子对开出来 间隔一个礼拜呢就再开两朵 好所以这一串花 大概可以开几个礼拜 它要一直开到最后那一个花都开了 然后再开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这些花才会开始慢慢的凋谢 所以这一盆花可以开多久 从第一个花开出来 间隔一个礼拜就开第二个花 然后再间隔一个礼拜开第二对 就这样一直开 然后你看它全部有几对花 十对以上有吧 所以这个花大概可以至少开 将近开半年以上的时间 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那在这个上海的这个世博会的时候 它跟台湾这家公司的话呢 把它的话全部带定了200盆的花去做补制 因为这个培养这么大的一个花的话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那这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要去做交配的话呢 它的温室里面就必须是好多好多种的花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花卸了以后的这个 这个刚刚讲的花甲 好这个花甲 所以它就会得到这个种子 就拿这个种子让它再去开花 就可以得到这个花真的就被它 新的就被它培育出来 然后在 当它在交配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你必须 必须用这个 用毛笔啊 用什么去沾这个熊蕊 去跟这个磁蕊去做交配 去配这个不同的品种出来 所以在交配的过程上 它是一个很人工的 很人工的一个动作 好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 那个花甲的部分 所以还是有 还是需要保留这一块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阿玛比勒斯 台湾阿玛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花是很小的 可是它曾经在这个 英国展览的时候呢 英国女皇特别来看 这花真的很漂亮 因为它会开得非常的密 你可以看到它开花的情形 跟刚刚的V8的开花方式是不一样 V8是一个下垂的 就一根这样下垂下来 就像瀑布这样子垂下来 可是这个呢 它就一大片的这样子在开的 还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雕 当然那个我们也是有把它雕塑下来 让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是如果你不管它 阿玛比勒斯是这样一大片的一个白色 所以它非常漂亮 好 那在这个兰花产业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寄蝴蝶蓝 就比较开始寄蝴蝶蓝 所以它有带一个桃红色的部分 那刚刚的这个桃红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好我们可以去把 其实这个V8是很少见的 多数的花呢 它其实是桃红色的 那白色的话呢 它就相对的就比较这个争气 那日本人他会比较喜欢用这个白色的 那台湾也有这个厂商 他们就专门生产这样的花 然后他就把花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就只卖花 然后卖到日本去给日本的这样一色 就是他们去做会场的不值的使用 所以他就不是卖下面的盆子 好那 现在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话呢 好我们是可以连瓶 连花盆一起卖 就是我们出口的时候 我们出口的时候呢 卖到美国去的时候 是可以连这个下面的花盆一起卖的 可是你要卖到美国去 你绝对不会是这样开花卖过去 你要怎么卖 我们出口的时候 我们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上货柜了 然后他必须在这个什么 他可能在货柜里面的话呢 如果可以来一个地温处理的话 然后一上岸正好就是什么 花梗抽出来 然后再摆个 再摆个一个礼拜 正好就可以赶到上市这样子 所以我们出口的话呢 是这样子 带着戒指 带着戒指这样出口 可是你的这个温室的话呢 必须先经过检验 得到这个许可 可以带着这个戒指出口 这样子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卖了 直接就这样卖出去 那原来我们是有优势的 那今年开始 大陆也得到了这样的许可 所以大陆也是可以带着戒指出去 所以我们本来是 在兰花这地方是很有优势 因为我们不需要到美国去换盆 因为你如果 你这个不能带戒指的话 那你这个花怎么出去 你就这样光秃秃的 要放在哪里这样出去 那你带着盆子这样子不是就很好吗 一路上它还是继续可以维持它的生长 它还是可以继续长得非常的好 还在提供它的营养 好 所以这是一个卖的一个方式 我就是卖盆子 整盆这样卖出去 然后我就到美国呢 在那个或者在货柜上面去 让它去降温去吹花 那因为不太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这样子卖了 因为这个运输的过程 你一定会碰撞 那个花就没有价值了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我们直接就是卖切花了 把蝴蝶兰这个花剪下来 然后把它 这个就比较好包装了 这样子卖到日本去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卖呢 它要卖什么 你还可以卖什么 当然小苗也可以卖 对不对 我卖你小苗 然后你自己在那个地方 再把它养大 那我相对我就比较便宜 是不是 我卖小苗的话是比较便宜 我刚刚那么大盆的话 我已经种了两三年了 那当然我的这个药价是比较高的 这个可不可以卖 可以卖平苗 对不对 我可以卖平苗的话呢 它其实不是相对来讲 它的运输的这个过程的话 相对是更容易的 但是你的 你的这个货柜的话呢 可能就必须要有这个冷藏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货柜可以出去 好 那这是兰花生长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做一个完整的兰花生产的一个系统 你从种苗开始 你从这个平苗开始做 做到最后开花的财卖 你要投资多少 你要多大的地 你要先有人帮你做这个嘛 对不对 做主赔的部分 我刚刚看了很多人工 然后这个地方你要存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平苗 然后再来你需要有温室 对不对 你需要有温室 去从这个小苗 中苗 大苗开始这样做 好 所以它一个整 这一整串的一个供应链的话呢 从最原始的这个平苗开始 组织栽培开始 一直到最末端 这一整段的话 刚刚讲它至少开花要三年 对不对 好 所以它的投入是非常 非常基本 这个资本集约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那中间有一段 它其实也 在前面的做这个组培的过程里面 其实人力也还是需要蛮多的 包括刚刚换盆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小盆要换成大盆的时候 那个都是要靠人力来 人力来换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人力需要用到的 这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产业 这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产业 所以当然它就会做很大的一个分工 有些人可能专门去做什么 去做平苗的部分 做最上游平苗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就这个生产过程上面 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生产过程 所以有些人他专门就做前面这一块 他就做这一块 那有些人的话呢 就做中间这一块 就做中间 那后来可能这边又是另外一块 我们刚刚讲大苗的这个 大苗盆的话呢 出去做后端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整个产业供应链的话呢 是可以做切割的 它可以做切割 不然你要是这一系列 通通做下来的话呢 你不管是土地啊 你的资金劳力上面的一个投资的话呢 都是相当高的 都相当高 可是有兴趣的 他真的还是会全部做 就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足够的一个资本额的话呢 当然他就是可以做到 好 那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们讲说我们的蝴蝶兰 大家看真的很漂亮不是吗 然后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 每一年我们在三月的时候 在这个乌树林的这个兰花生技园区 我们办国际兰展 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漂亮的兰花 这里面有很多也都是 我们自行开发出来的 你怎么样这么多 这个漂亮的一些品种 你如何让这个 让人家知道它是台湾品种 你如何让这个品种 它不会被偷走 刚刚讲过 主苗怎么做 它只要从那个花的金像 切一段下来 它就可以开始去繁殖了 所以它只要跟你买一盆回去 它就可以开始繁殖了 所以其实在你的这个品种的专利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保护 非常难保护的 可是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去保护它的话呢 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去发展 更多更多的品种出来也都没有用 因为人家很容易就会把你这个品种的话 你就取走了 好就取走 所以大概十年前吧 荷兰它们本来不是就是这个郁金香 它们很强的是郁金香 后来它们看到这个蝴蝶兰这一块 那它们把温室稍微改一改的话呢 它也可以种蝴蝶兰 它也可以种蝴蝶兰 然后所以它也从台湾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也开始去生产大规模的生产这个蝴蝶兰 那所以我们在树欧的这一块的话呢 相对也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压力 这个蝴蝶兰刚刚讲过它开花的时间很长 所以像北欧这个天气很不好 冬天的时候它不太可能在外面看到花 可是如果家里有一盆蝴蝶兰的话呢 它可以看几个月对不对 它可以把它家里的那个什么 那个美化它的家里 那即使蝴蝶兰它花泄了以后 那些气根的话 那些花其实它花每一年 只要你经过一次低温的话 它会再开花的 你还是可以照顾它 它还是可以再开花 然后它的气根揉落在外面 它进行光合作用 它会透过气根来吸收二氧化胎 所以它也有进化你家里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如果你可以照顾得好的话 蝴蝶兰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室内的一个官业植物 那所以在欧洲基本上 当然它有一个市场存在 所以当荷兰人开始出来种的时候呢 我们的力气当然就没有 只是说荷兰它们有没有可能像我们 这么多的一个花出来 它们大概不会像我们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人 它其实对蝴蝶兰的品种的开发 是它出自于对蝴蝶兰的一种热情 所以它就要努力地去配 我们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这个农民存在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它就去配了很多的这个花出来 所以明年的3月 这个国际兰展的时候呢 你真的应该要去看一看 去看看我们每一年的话 有多少的这个蝴蝶兰 当然除了蝴蝶兰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些兰花品系 你可以去看 那如何让它真的是 台湾的一个旗舰产业呢 你要掌握什么 你要掌握什么 应该告诉人家 怎么样的蝴蝶兰才叫漂亮 对不对 因为荷兰人他们可能想的 我们觉得这个花就很漂亮了 可是你应该告诉他 真正好看的蝴蝶兰是长什么样子 他们做的蝴蝶兰 绝对不会比我们现在你看到 这些蝴蝶兰来的漂亮 所以你必须要去告诉人家 真正的兰花是怎么看的 对不对 怎么样才叫做是漂亮的兰花 所以我曾经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 我就批评这个101的兰花是假的 我记得我以前看的时候真的是假的 结果后来它是真的 但是我也忍不住就告诉他说 你虽然是真的 但是你长得实在有点臭 你看看我们的兰花是长这样子 对不对 好我们真正的这个漂亮的兰花 是要长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兰花还是不行的 那我讲我也说我们的机场没有兰花 对不对 你看过吧 我们的桃园机场 后来他就放了一块地方 全部摆兰花 有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攻击了之后 他们就做了这个改善 所以他们就去摆了一个兰花的这样的一个布置 所以我们真的要讲说我们叫做蝴蝶兰的一个王国 那我们很努力的在开花 但我们要去告诉人家怎么样子欣赏兰花是 才叫做真的是欣赏 才真的是看到兰花的美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是什么 你们会不会买兰花 不会 对不对 你们绝对不会去买兰花嘛 好 你们也不会想要去心想 你现在看 你只有在这个时候看 你可能这个时候看到兰花而已吧 你平常有什么地方看到兰花 不太会看到嘛 是不是 你不太会看到兰花嘛 好 大概我今天给你看到最多的兰花 好 但是我也一直跟这些生产者讲 这些大盆的兰花 像这样子的兰花 谁买 谁买这么大盆 一盆五千块 谁买啊 我送川普了 他当选了送给他 因为入主白宫也白色 搭得很好 其他人送谁啊 不会吧 对不对 没有人会自己买 所以我告诉他们说 你们该去开发什么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品种的这样子的兰花 好 就像我们的小盆栽这样子 然后它可能很便宜 它可能就是几百块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个办公桌上 然后因为它开发期间还是蛮长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你的办公桌上 一直放着 放了一两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好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开发 然后现在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业者 在朝这个方向去做小的 比较矮化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开发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同学 一个产业呢 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心盛的话呢 需要我们自己国内的内需市场的一个支持 所以包括喝茶 你可能一个礼拜喝一次 喝三次星巴克 中间有一次来喝茶 不要喝越南进口的这个饮料茶 喝一喝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茶 然后偶尔呢 是不是去买一下 看看这个到我们的这个花卉市场去看看 去买一买我们自己的兰花 去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兰花的这个特性 蝴蝶兰的特性 知道这个花呢 怎么样子去欣赏它 去了解它 从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需求开始 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产业的话呢 把它做大 那当然讲到101 101还蛮还算蛮这个蛮接受建议的 所以他们就请我去101小聊了一下 那告诉我说 就请我看看这兰花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我就跟他讲 我们花卉公司的话呢 绝对可以提供更好的花卉 更漂亮的花卉 你要不要跟我们来合作一下 把我们花卉公司也拉一下生意 然后他也很高兴 他说101也是跟市政府租的 我们有共同的老板 我们将来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所以拭目以待吧 好 我忍不住地继续讲 这是莲雾 知道吧 莲雾长在树上 这颗莲雾你看到了什么 莲雾长在哪里 包在纸袋里面对不对 然后你有看到这个地上呢 很多草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 一些不要的这个掉下来的莲雾 好 那这些会被包起来的莲雾是经过筛选的 不是所有的花要解的莲雾通通要把它留下来 是经过筛选的 一根枝干下面这个莲雾的话呢 我只要留多少颗是经过筛选的 然后地上为什么有草 如果不要有草的话呢 你就要用什么 除草剂 对不对 你就要除草剂把地上的草都除光嘛 不然的话地上的草你总不会用拔的吧 那为什么要把草留下来 你用除草剂的话呢 这个除草剂会飞散到这个什么 可能到果实上你的叶子上面去 所以你会吃到 所以这个农场主人他就很坚持 他就不要用除草剂 那这样子 好 这些叶子你现在看觉得好看吗 破破的对不对 但是叶子还蛮肥大的 然后你看到叶子上面有洞洞 表示有虫吃过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他没有用很多农药 因为叶子上面有虫虫吃过嘛 所以他绝对没有用农药 那我要让你看的是 这些他一直在长新叶对不对 好 那所以他要照顾这个 他要把他的这个果实长得好的话呢 他就不能让这个树长太多的叶 足够的叶去让他做光合作用就好了 因为你的叶呢 通通你的养分通通跑到叶子里面去的话 果实就没有养分 所以当你在长果实的时候呢 就必须把这些叶子把它摘掉 要把它摘掉 要摘掉这很多的叶子 这边你看到长得好多对不对 你用什么摘 用手摘 所以需要很多劳力 你要很多劳力 然后我又去试摘了一下 我摘的时候就把旁边的那个叶子也摘掉了 好所以这也是很难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好羞愧了怎么办 我把他的叶子摘掉了 他说没有关系 他就把那个树干又折一折 他说就像你受伤之后 你自己的那个免疫系统会起来 帮你把它治好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他就这样子把树干把它拧一拧 他就说等一下它就会好了 好 所以很难的 这个去摘叶子的时候 还有这一张我让你看什么 看得到吗 这里有花 长在叶子中间的花 这里也有花 这里这个是花 看得到吗 这里有花从树干长出来的花 好 还有一个花在哪里 还有一个花 好 长在这个地方 所以莲雾的花呢 至少三个位置会长的 那刚刚我讲过 我们不是要把那个 把一些花摘掉吗 我们只要留下来 一个枝干 像我可能只要留一串 我让它长得最漂亮就好 所以这叫蔬果 好 这叫蔬果的一个动作 所以不是所有的花呢 我通常要把果实留下来 我就要留最精华的就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果 为什么可以长得特别好 好 因为小孩子不要太多 一颗苹果四个人分 跟一个人吃 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你要知道 花是长在那个地方的 好 那这个花就要去摘 还是用什么摘 用各位的双手去摘 就慢慢的这样去摘就对了 那你要知道是要摘哪里 好 这一棵里面要摘哪一个 把那其他摘下来 不要摘错了 你摘错的话 就不是那个应该留下来的 那当然这就牵扯到 摘下来的花怎么办呢 你如果摘了很多花 对不对 好 所以聪明的人你就要开始想 摘下来的花干什么 因为它有很香的香气 好 可不可以做香水 他们现在想的是做茶啦 用去做茶包这样子 好 那就套袋 OK 你决定留下来的话 你就去套袋 这个套袋是有学问的 你看这边有个透明的地方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就可以掀开来看 不用把袋子打下来看 你只要把那个旁边这样掀开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颜色是不是红了 是不是够红了 那可不可以采摘这样子 那个头够不够大了 颜色够不够好看了 所以它就可以 透过这个袋子来看 所以这也是非常 包括这个袋子 也是有学问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光是做这个袋子的话呢 莲物素 或者是其他的果素 可能都会需要这个袋子来使用 好 那谁要剪的时候呢 要采收呢 把袋子拿下来 对不对 好 确定它是OK了 然后呢 就从这个地方把它剪下来 好 这又是什么 要用你的双手去剪了 好 没有机器帮你剪 因为这个剪下来 你就要把它好好的放着 不然的话呢 一碰坏了 哇 今年的辛苦又没有了 好 所以这里面有多少 人要做的事 没有天天做 但是有很多 需要人去做的事 好 好 果实采完以后呢 刚有讲过 不是要剪枝吗 果实采完以后要剪枝 好 就要把它剪枝 然后让它呢 让它休息 让它就再长 好 这个莲物的话呢 大概从11月底 12月初就开始长 就开始结果实 然后它每次结完之后的话呢 好 结完之后 它可能再把它修剪修剪 可能再过一阵子 它又可以再长一次 又可以再开花 所以莲物大概可以长到明年的 明年的四五月 好 它就有这么长的一个生长期间 这好像不太合乎这个 大自然的道理 对不对 因为不是就开花一次吗 为什么植物要开花 因为它要传宗接代嘛 好 所以它开花 然后留下种子 然后种子的话呢 就经过风吹 然后吹到远地去 然后所以它在那个地方 生命可以继续去延续嘛 那可是我们人是要吃果实 所以一年只吃一次的话呢 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 所以要多吃几次呢 就我们发现把它剪一点 剪枝之后呢 它就觉得 每次在剪枝的时候 它就觉得我生命受到威胁了 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想办法传宗接代 所以它传宗接代的话 赶快就要再开花 然后就再结果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道理 让这个莲屋的话呢 让它的产气的话呢 可以比较 又可以有增加新的这个 新的季节出来 那当然修剪之后 你还是要再做一次的一个施肥 让它有足够的养分 让它再去开花 那这个道理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 为什么屏东 在林边 最开始在林边 那个地方种的这个莲屋的话呢 特别好吃 那后来我发现 原来它是长在这个什么 有比较含盐分的土地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莲屋的话呢 它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品质 好像是比较好比较甜 刚刚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长在含有 这个盐分的地方 它觉得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它一定要什么 努力地把它的这个种子保留下来 所以它把所有的养分 通通集中到这个果实里面去 让它的种子的话呢 可以散播出去 所以这是 所以农业科技某种程度来讲 也非常的不人当 不是吗 它只要一年开花一次 结果一次就好了 你就一直强迫它干嘛 让它一直不断地去生 然后这个生育率下降的时候呢 没有关系我把它砍掉 然后再做什么 嫁接一下 所以 好 那这两张呢 再回过头 你再看一看 这个叶子 是不是觉得丑丑的 有没有 这几个叶子好丑有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莲雾树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跟他讲 你那莲雾 那叶子为什么长那么丑 他说 雷老师 你吃叶子吗 我不吃叶子啊 对啊 那你管它长得丑 还是不丑 你竟然不吃 他说这个叶子长得壮的话 它就稀休养分 它静平很好的光合作用 提供养分给我的莲雾 去长大 果实去长大 所以你不要管它长得 好看不好看 对不对 它只要能够够肥大 能够去支撑就好 好 所以比较刚刚 这个也是莲雾 这也是莲雾 这是在海南岛的莲雾 这个莲雾 跟刚刚看的莲雾 有什么差别 你看到什么差别没有 因为我告诉你说 澳门台湾的果实 这个水果种得很好 对不对 好 我们的科技很好 一直讲说 我们的这个水果品质很好 我一定要说服你 让你真的相信 所以你做一下比较 这是海南岛的 那时间不太一样 现在搞不好它们进步了 你看到什么差别 当时我去看的时候 这是2004年的时候 在海南岛的这个 在海南岛 可能在三亚的地方 比较南边 台湘的 这是台湘的果园 你可以看到它的面积非常大 这一眼望去 你看到这个 又下的这个照片 非常大 旁边这些黑布要干什么 它要把它盖起来 用光照的方式 什么短日照 长日照的方式 让它去开花 然后去控制它开花的时间 然后控制它的结果 这是当时它们的一个技术 但是现在技术 已经不用这个盖黑布了 现在是用什么 就是用剪枝修枝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下面完全没有什么 这下面完全没有草 这下面没有草 比对刚刚的那个 比对刚刚的那个 那个在台湾的那个莲物树 下面全部是草 所以它利用这个草的话呢 来维护它的这个土壤 不要去流失 那当然它也不要去用除草剂 所以它也不会去伤害到 它的这个 不会去影响到它的果实 说有感染到这个除草剂这样子 那特别你关注的 这个叶子呢 有没有差别 这个叶子看起来就不太营养 对不对 好 这叶子就不太营养 然后呢 这个树呢 当然它是比较新的树 这个树 它的树干一点都不粗的 好 你可以再回来看 刚刚的这棵树 它不高 当然它不需要高 因为采收方便 你不要让它太高 你太高的话 那你怎么爬上去栽 所以它基本上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树 它常常在减 这个树的话呢 它把它维持在一定的高度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下面的枝呢 你要让它能够凸出来 让阳光都能够照得到 好 所以它在修枝的过程 它可能要把它修到一个像三角柱 这样的一个形状 让它下面的枝的话呢 都可以照到阳光 所以它的果实都可以呈现出很漂亮的红色出来 好 所以在农业生产里面 在农业生产里面 但前面讲用肥料 减脂的一个部分 好 那你如何让这个树形 让它可以维持得很好 这些都是所谓的技术 好 这就是农场管理的技术 好 这个呢 你有看到可可了吗 可可是做巧克力的原料 台湾也有种 你能不觉得很感动 台湾真的什么都可以种 台湾真的什么都在种 然后当我们看到古坑咖啡的时候 台湾好了不起竟然有咖啡 原来日本人就已经引进来了 还曾经那个什么 进贡给日本天皇过 好 可可呢 做巧克力的 原来台湾也有种 真的 就在那个屏东的什么内门啊 三地门那一带有种 这个地方就是果实 这个就是果实 好 就是果实 所以我们叫可可豆 所以它在果实里面 它是从果实里面的话 拿出来这个豆子 好 是这个豆子 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去把它花效 就是把它泡一泡 然后再去把它磨成粉 做成这个可可粉之后 再去做这个 做这个巧克力 好 所以在屏东呢 有一个 好 就这个农场 他们就有去做末端 他们是就开了一家 这个做可可的一个店 就是他们自己种咖啡 种这个可可豆这样子 那这个可可豆的话呢 它说很野放 非常的野放 就不需要太多的照顾 它唯一怕的是什么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是果实 但是已经没有可可豆了 到哪里去了 猜猜看 被老鼠吃了 好 所以 这个可以很野放 所以它也不需要 吃太多的肥 就是它也不需要 用什么农药 但是就是会有老鼠来吃 来吃这个果实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很相信 它绝对很有机 它蛮有机的 因为 当时这个人 他会选择这种可可豆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不需要 太多的 这个只要树长起来的话 它不需要 太多的这个精力去处理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叶子 这是槟榔树的叶子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去替代槟榔的 因为我们知道 南部不是种很多槟榔吗 那这个槟榔的话呢 一方面对健康不是很好吗 它可能造成口腔癌 那另外有很多槟榔树 其实它是种在山坡地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去 让槟榔的话呢 全部把它根除的一个目标 但是你要农民不种这个槟榔的话 你叫他们种什么 所以有些农民他们就在中间种香蕉 那这个农民他就尝试去种可可 结果种的还相对的蛮成功的 所以他就可以 他就现在开始用他的香蕉 用他的这个槟榔圆的话呢 中间就开始来种这个可可树 这样子 那基本上台湾的这个 大概就是在那个 我刚刚讲山地门 内门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维度的话呢 一整块这个地方 大概都还可以去种可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巧克力很高价值 对不对 所有生产巧克力的国家 都不种可可 因为可可是要长在这个 比较这个亚热带的这样的地方的 那所有生产巧克力呢 讲得出来 哪些国家生产巧克力 美国 瑞士 意大利对不对 就是那些国家在生产 那他们生产巧克力 可是原料呢 都是从 可能都是从这个中美洲 从非洲来这样子 那这些原来的生产地呢 可可都已经得到病了 得到一些 得到一种这个 绝世之症 不太能够治疗好的 所以巧克力会越来越贵的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它的原料呢 越来越欠缺 所以我们台湾能够去生产巧克力 生产这个可可豆的话 某一方面的话呢 也是一种 也是一个突破 只是说我们可以生产多少量 我们可以生产多少量 那我记得这个红红的 好像就是白巧克力的样子 是另外一个品种 所以它长出来的果实是这样子 好 你有很感动吗 台湾有可可豆 所以以后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讲台湾有自己巧克力的时候 你不要怀疑 因为我们真的有种可可 好 对象给大家看什么 我们一直讲要扩大经营规模 对不对 好吧 给你经营规模很大 像这样子200公顷 200公顷全部种荔枝 你如何管理 刚刚不是荔枝一样吗 也要剪枝啊 也要去采那个 把那个蔬果啊 这些动作都要做 谁去做 这一样我是在海南看到的 海南的一个台湘 一个蛮年轻的台湘 然后他就去 他就去那边种 这个地方就已经200公顷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灌溉的时候呢 就一堆人出去 这些女生呢去干嘛 就去采那个栽叶子啊栽花啊 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的人力呢 是可以足够的 因为他的劳力 他的劳力相对便宜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就用很多的劳力 那我们台湾呢 刚刚你看到的那个联务员 他大概只有五分地吧 还是两三分地而已 然后只有三个人在做 真正在做的 就那个学姐叫他爸爸妈妈 在那边包 做包装 偶尔请人家去帮忙做那个什么 剪枝啊 栽叶子栽花 套袋这些工作 偶尔请人家做而已 所以他只能做这么大一个规模 所以你要做这么大 我们是这样你要扩大经营规模 扩大经营规模 困难度在哪里 劳动力啊 土地是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劳动力是一个问题嘛 好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在这边 想象的一个问题 刚刚你比较小的一个面积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 因为像我说 我可以帮忙去帮他摘花 或者摘这个新的嫩叶 可是剪枝呢我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剪一下 他说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让甲鱼 外人之手 包括起来工人都不可以 因为那是很专业的 如果剪坏的话 这棵树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他自己还是要有这个技术 所以如果是像这样大面积的话 谁来剪 谁要来剪这个 剪这个树 你就必须要有几个 很专家的人 来剪这个树 所以 以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管理方式来讲的话 你要去做到大规模 其实是有困难的 其实相对是有困难的 可是 因为我们是小规模的一个生产 我们是小规模的生产 所以相对来讲 为什么我们品质可以做得比较好 我们的品质当然就做得比较好 所以小而美也是一个优点 所以不见得你要做什么 你不见得要做到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你面临的 你面临的土地上的这个成本的问题 你面临劳工的一个问题 你面临管理下面的一个问题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如果我们不能做大面积的话 那我们还出口吗 你可能 你们自己算过 我们要出口香蕉的话 那你要几公顷的土地 那你要做到3000公顿 3000公顿的这个香蕉产量 你已经要做到多少公顷的土地了 是不是 也要一两百公顷吧 大概也要一百公顷吧 是不是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面积的话 你也没办法做到出口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地方 你希望它小而美 还是希望它真的是做到规模化生产 然后你要去做出口呢 有一些东西可能相对机械化比较容易 你可以这样做 可是像水果这样的一个产品 像花卉这样的一个 比较这个高经济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你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其实是很难去掌控它的一个品质 这边有个小房子你有看到吗 你觉得它在干嘛 你觉得它在干嘛 你觉得它可能放农机械 我觉得另外一个它可能是料望台 不是吗 你还是要守卫嘛 不是要守卫嘛 你那么大一个面积 要是荔枝长出来的时候 要是有人来偷的话呢 都要有人看嘛 是不是 好 最后一个 倒数第二个 我们讲嫁接 叫Graphin 对不对 Graphin 嫁接的话呢 现在流行的那个神曲 PPAP听过吧 对不对 Pine Apple跟一个Pen 然后就变成是Pine Apple Pen 对不对 Apple叫Pen就Apple Pen 然后Pine Apple Pen加Apple Pen 就Pine Apple PPAP了 好 嫁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好 嫁接需要一个叫做真目的东西 好 它的下面是真目 好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叫结水 它就叫结水 好 所以 这看出来 看得出来是什么值吗 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值吗 黑黑的 看得出来吗 西瓜籽 好 你知道西瓜怎么码 同学就说 种子 橡胶种子 要去跟农友 跟什么农友公司买 其实农友公司比较有名的是西瓜苗 不是香蕉苗 它的木瓜苗也不错 也很有名 那它的这个西瓜苗怎么来的 这个西瓜苗 没错 你下次吃西瓜 你就把那个种子留下来 然后让它发芽 就变成这样子 好 然后你就拿去种 绝对种不出来的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真目的话呢 这个西瓜的这个真目呢 是用扁铺 不挖 就用不挖的苗 就不挖的苗在这里 然后呢用一根牙签 插在这上面 然后就把这个西瓜苗 把它接上去 好 在大陆的话呢 人工很便宜 所以就用人工来接 好 就用人工来接 然后我们的这个 种苗厂说 它们有一个机器 好 有一个机器可以这样子 用机器来接 好 那大陆人工便宜 所以它们就用人工来接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就看这牙签接上来 所以下面是不挖 不挖接上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西瓜苗接上来 用人力把它接上来 接上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苗 把它移到这个苗埔里面去 把它长大之后呢 下面这个两叶 还是不挖的叶子 上面已经变成什么 西瓜了 好 所以PPAP是不是这样来 好 是不是 好 不挖加这个西瓜 好 就变成这个西瓜苗 就跑出来了 好 所以这是做种苗 这是在做种苗 好 所以像农友 它们的种苗的话呢 就是它也是要用 这样子来接 嫁接的一个重要性 刚刚你有看到吗 好 我们讲说 它可以维持它的这个品系 那另外 像瓜类的这个 瓜类啊 茄科的这个植物的话 它们都很容易得一些病 都得到一些病 那所以如果用它的种子 去种的话呢 它大概都没有 存活率都非常的低 所以当我们做这样的嫁接 当它长在这个 不挖的上面的话呢 这个西瓜苗 就会变得是比较健康 它可以去预防 它其他可能 原先会得的这些病 好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看到 这就是在上 这个在上游 所谓做种苗的这个部分 那你只要卖西瓜苗 你不种西瓜 那你就要提供这个苗给人家 所以你就需要做苗圃 然后你要做这个嫁接 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 那这个西瓜的话呢 这个苗 这个西瓜苗 接不挖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的西瓜 是长在一般的 一般的不是很极端的温度的话呢 这个不挖加西瓜苗的这个嫁接苗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要生长在比较低温的环境里面的话 就是比较不好的环境 你就要去接南瓜 你就把西瓜接南瓜 就是你的正木的话呢 就不需要用南瓜苗这样子来做 好 这是嫁接 有没有 你要学起来 好吗 好 你要不要学起来 尤其在蔬菜上面 像番茄的话呢 番茄的苗 番茄也是很容易得到 得到这个疾病的 所以番茄苗呢 都要去接这个苦瓜苗 当然它要看 就是说你这个是要长在比较 你要去耐汗啊 还是要耐什么 然后它下面接的正木 就会不一样 那茄子也是一样 它也是需要嫁接的 所以基本上呢 茄子可以去接这个原生的茄子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很多的茄子苗 可能就是拿日本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这个茄子 来当正木 然后把它接上去的 做这样子的 做这样的一个嫁接 所以这个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记得 所以讲嫁接的时候呢 你要能够讲得出来 你要能够去解释 好 所以种苗也是一个行业 你可以看到 你要 你就很专精的 像这个农友 他就很专心的去做什么 做种苗 所以他是做种苗 他不是做种子 所以有些蔬菜呢 他可以用种子来栽培 那有一些的话呢 你就像 你要卖这个西瓜苗 你要卖香蕉苗 你要去卖的是 卖这个茶树苗 或者是 你要去卖这个木瓜苗 这样子 好 那等一下 我们现在最后讲一个设施 这个果树你认识吗 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吧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假的不知道 这叫蜜枣 Jujube 这叫蜜枣 所以它是有点藤蔓式的 OK 它是有点藤蔓式 然后它也是长在什么 这叫往式 这是比较简易的 它不是像刚刚你看到的这个蝴蝶兰的温室 好 蝴蝶兰的温室 它基本上就要做到比较环控 温度控制这样子 这是比较简单 是一个往式 基本上就是不要让鸟来吃这个 来吃这个果实就好了 大概有这样子的功能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维持 草都没有去除草 对不对 让它是还维持比较 原来的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 叶子还是挺漂亮的 叶子还是很重要 所以下次去看农家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东西种得好不好 你现在有一些概念了吧 好 我们要表现出来 我们真的有学过 有一些农场管理的知识的 可以知道说 它到底这个东西长得好不好 好 节食累累 对不对 这个农民的这个管理方式的话呢 它大概可以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蜜枣的话呢 大概可以做到一公斤 可以卖到一千块 所以它是卖非常好 而且它只卖宅配 它只卖宅配 好 那真正的 真正是全方位的这个 设施的话呢 就是植物工厂 这是我去看的一个植物工厂 好 那它是种菜嘛 因为投资成本很高 所以当然要种比较贵的 比较高价值的农作物 那它在做 它开始在做这个 开始要去植那个 那个菜苗的 菜苗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它先用海绵垫 然后再开始上面 开始打动把这个菜苗 把它种进去 或者菜的种子把它种进去 然后它需要在这个 让它去发芽的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它会是在用这样子的这个帷幕 把它围起来的这样子 比较光临的设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它去发芽 就像绿豆要发芽 我们会把它放在什么 比较暗的地方让它去发芽 好 你看菜苗长出来了 对不对 从这个种子它就长出来 长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要把它分出来 好 因为刚刚那个长得是相对密集的 所以你要现在给它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开始就有人 你开始去把它分租出来 分到比较的空间去 所以你要把这个距离把它算出来 就开始这样子去把它分割出来 让它有比较好的一个生长空间 好 这是植物工厂 所以这已经是立体化生产 然后不需要阳光 不需要土壤 那它就可以一直不断地长 对不对 我只要一直光照它 它是不是就一直长 好 所以有人说这叫这个 非常的不菜道 不是不人道 是不菜道了 好 不尊重它的这个生命 好 你就让它一直长一直长 所以这光一直照的话呢 它就不知道睡觉 所以它就一直长一直长 缩短它的生长期间 然后同样的土地面积上面呢 你现在已经几倍了 你多几成是不是多几倍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量出来 好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呢 这个菜供应不够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用这样来生产 因为外面下雨嘛 没办法生产嘛 那你在工厂里面呢 不会受到外面的风吹雨打 不是吗 那至少我可以把它架高嘛 你有看到它有架高嘛 对不对 也不会淹水啊 那再不然还有这么高的 还有这么高的这个 这么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在种 所以它绝对是不会淹水的 好 这样的生产方式好不好 稳定供应啊 但是投入成本非常高不是吗 因为它现在用的光源是用LED 已经相对是比较省了 可是LED的能源还是来自电力 所以除非你可以再把太阳能把它借进来 这些LED的发光源是从这个 是从这个太阳能过来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省比较多的 就可以省比较多的能源的一个费用 这是大概目前 包括你工厂的这些设备 比如说这些高架 这些架子 这些设施的话呢 它都是需要 提出很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 那当然这里面需要研究的啦 这个光 这个光要接近太阳光 你不是随便的光都可以照 它必须还要去算一算太阳光的这个光谱 然后每一种植物呢 它需要适合的这个光谱是在什么环境 去把它这样子去精算出来 然后去把它调配出来 当然它也没有说它真的一直长啦 还是会给它适度的休息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 对植物工厂的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长在土里面 这是以前我们也推过所谓的水跟蔬菜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害怕的是 水跟蔬菜它的营养液到底怎么配出来的 我们觉得土就比较放心对不对 可是土放心吗 土不是有重金属污染 然后它也可能水污染 所以这两边就在论战 用水跟子比较安全 是因为在这些营养液的话呢 我可能通过杀菌过 我可能什么都没有污染 然后配了这些营养液的话 绝对都是植物需要的营养液 就像说我给你吃的是比较 特别好的这个营养配方 你就可以长得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植物工厂在推广上面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名思在 可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卖的价钱是比较高的 它卖的价钱是比较高 因为当时的提出投资 这个成本是非常大 所以它必须摊提到这个 到它的成本里面去 可是当我们在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极端气候 它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选项 你真的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选项 好 那当然它必须要做到什么 它必须要做到后端的加工 所以它就必须要把这个菜的话 统统把它包装好 所以它有一些人工在做这个包装 就把这个菜取下来 然后去做包装 那有人告诉我说 看这个菜长得好不好 就看它的根系 所以它长在水里面 你看它的根系 有这么大范围的根系的话 表示它还是相对健康的 就是你的根基还是非常稳固的 所以这个菜的品质应该是相对好 那这家公司它的产品呢 它有跟这个全家来做合作 所以有些全家的便利商店 有卖蔬菜的时候 是拿他们的这个菜来卖的 这大概是去年或前年的一个资讯 但是后来听说这家公司 又被人家买走了 所以品牌有没有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它的这个设施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成立植物工厂呢 它到底算农业还是算工业 植物工厂到底算农业算工业 就我开植物工厂的 那我是农民还是我是 我是企业家 我是制造业还是我叫农业 对不对 那算什么 好 所以植物工厂他们 包括要设立这个植物工厂 现在很多植物工厂 都是利用废弃的厂房 好 我们有很多工厂不是外移了吗 那厂房都留下来嘛 好 所以利用这个废弃的厂房的话呢 就把他们改装一下 然后就变成这个植物工厂 所以他们是存在工业区里面 好 他们就变成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基本上政府的认定 可能还是比较把它接在 这个制造业的一个范围里面 好 所以他可能就不太容易去拿到一些农业的这个 补助这样的情况 那有人在说 因为一般的工厂 一般的厂房 因为他们可能里面要做那个吊车 要做台车 所以他的工厂屋顶会盖很高 他可能盖到九公尺 好 所以他就盖到九公尺的话呢 有人就在想 我下面可能种菜 然后我上面高一点我就种果树 好 因为立体化嘛 所以我上面可能就会种果树 然后它可以接近太阳 那下面的话呢 我可能用这个LED人工的光源的话呢 来种树菜这样子 所以又把这个土地的这个利用的话呢 又可以把它挥复 把它化挥到极致 用这样的一个思考 好 那再回到刚刚这个图 你觉得这个高度可以用多少 刚刚我讲九公尺是一个很高了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架子上 你可以设多高 这当然也牵涉到我们所谓的这个 工作上面的一个安全 好 你要上去采菜呢 你可以用机械采 还是你还是需要人上去 那你这个 你这个工作环境的安全也是要考量的 好 所以你那个架子 你能够放多少 好 这都是在我们在架 你这个工厂的这个设计 产能的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产出的这个 时程上面的话呢 你都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考量 好 这是 这个植物工厂的部分 那我刚刚提出来是 它或许是我们在这个 气候变迁里面的一个 蛮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这个选项 好 下面我们就看到家禽 我们的猪呢 基本上最重要三个外来的品种 就是约克夏 蓝瑞斯跟杜洛克 你在畜牧学应该有学到吧 要把它积下来 因为我们所有的猪大概就是配出来的 然后我们原生呢 就是桃园种 美农种 跟这个蓝羽的小儿猪 那这个不同的品 这个猪的话 基本上就要配出来 那这是鸡的品系 好 所以我们鸡的品系 我们有所谓的台湾土鸡 是真的台湾土鸡 好 那个脚是有点黑黑的那样子的 好 那其他的鸡呢 还是什么 外来种 都还是都是外来种的 好 那猪怎么养 猪要怎么养 没有 这个吃过猪肉 没有看过猪走路吧 20公斤以下 我们叫宰猪 子猪 然后所以 然后再来的话呢 大概我们就开始 离乳20公斤以下 那20公斤我们就要离乳 就跟他妈妈就分开了 然后就要单独饲养 然后这时候就叫肥鱼 就要把它养大 然后我们叫肥鱼 肥鱼之后的话呢 大概我们会从养到 120 110 120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上市 就可以上市 那肥鱼猪里面我们就叫女猪跟熊猪这样子来叫 然后种猪的话呢 叫做种母猪 种公猪这样来叫 那种猪的话当然它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凡食用 那种猪当然它是去做交配 母猪的话呢就是去生这个宰猪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猪的一个分类下面 好 这是它的生长情况 这资料应该是从这个 沈天赋老师的书上画下来的 好 这个宰猪呢 20公斤 它一直 它要吃母奶吃了将近一个月之后 然后它就离乳了 就离开它妈妈 然后开始就去做肥育了 做肥育这样的动作 所以它大概长多少 155天 大概6个月吧 对不对 大概6个月 所以它从20公斤长到100公斤 大概将近这个6个月的一个时间 好 所以到熊猪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是成猪 就可以上市了 好 这个是熊猪的一个部分 好 那如果是这个女猪的话呢 如果你还希望它变成是种猪的话 它 你希望它变成是母猪 种母猪的话呢 你当然要让它有这个繁殖能力了 那它到有繁殖能力的话呢 大概就是240天 这个母猪的 这个女猪才会有繁殖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就可以再去做什么 它就可以去做种母猪 那不然的话呢 它就要去当成猪 就卖到市场里面去 好 所以这个女猪的成长速度是比较慢的 供猪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如果你是养猪的话呢 当然你希望养什么猪 如果你是做肥育猪的话 你专门是从宰猪要养到成猪的话 你当然会要选什么 熊猪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做繁殖的话呢 你才会去选母猪 是不是 因为你看它这个成长的时间 其实差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好 那一头猪的话呢 两年大概可以生五胎 每一胎大概是十到 十二头 所以我们在算说 我们现在在养头数有多少 然后我们要去预估说 这个猪呢 会不会有生产过剩的问题 当然我们就是在算什么 我们就是可以用这样子来算 我现在的这个母猪 就是繁殖用的母猪 现在有多少头 现在有多少头 对 所以它一年大概可以生到 两胎两胎半的这样子 那一胎的话 所以它一年大概可以生多少 一年如果是生两胎的话呢 大概就是二十到二十四头的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好 所以你把所有的母猪 全台湾的母猪数把它乘起来的话 那你大概知道说 我们大概可以有多少的 这个这一年有多少的这个小猪 是不是 所以在市场上 供应上的话呢 会不会有超过 会不会有不足的情况 所以这个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再养的这个母猪的一个头数 我们大概用这样子来计算 所以这些资料的话呢 大概对畜牧系来 动物系来讲的话呢 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养殖技术 对不对 可是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要去算的是算供应量 我们要去算的是 我的成本的一个考量 对不对 所以当我知道说 现在在养头数很多 可能供应过剩的时候 你要砍什么 你可能这个 租的这个产量 可能会超过我们市场需求的时候 又不能出口 那你要去砍什么 从哪里砍 砍小租 砍母租 砍公租 不是吗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了嘛 是不是 这是我们政策啊 你要去砍哪一个 占地它的产量 这是它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这是它供应链 现在所有的猪基本上都要经过屠宅场 都要经过这个屠宅场 所以不可以私宅 每一头猪都要经过屠宅场 那如果没有经过屠宅场的话 它就是私宅 那这个是违反这个畜牧法 是要被处罚的 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区分 种猪场 它就出了 种猪场基本上它就是养 它可以养到这个宅猪的一个部分 后面所谓的养猪场 大概就是我们在做肥育猪的那一块 它大概是从那个宅猪的话 开始接着养 就开始接着养 那 它养的屠猪的话 大概就会经过拍卖市场 我们大概就经过拍卖市场 在我们北部的话 这在树林有一个 这个肉品的拍卖市场 所以北部的猪大概都是在那个地方拍卖 然后拍卖之后的话 就要去 就要经过屠宅场去屠宅 那有一些加工厂 它是直接从养猪场 就是进到屠宅场 就进到屠宅场里面去屠宅 那屠宅之后的话呢 才会进到这个零售市场 这是温体株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看到零售市场那个一块猪 一块猪肉的那个时候 就叫温体株 那如果是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那时候所谓的 冷藏冷冻肉的那个部分的话 是会屠宅场再往下游去做所谓分切 再去做加工 然后他们大概会走生鲜超市的那个部分 那所有的这个生产过程里面会产生哪一些废弃物呢 猪粪是很重要的废弃物 对不对 那屠宅场里面呢 你绝对不想要去看 屠宅场里面 这个算了 那猪的废弃物里面有很重要可以去做什么 它可以把它的这个液体跟它的固体 把它区隔之后 液体的部分的话呢 它可以去做早气 早气可以去做后续的一个发电 然后有它的这个液体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可以去做有机肥 还是做有机肥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废弃物的话呢 就是譬如说死猪的那个部分 死猪肉这个病死猪的那个部分 基本上呢是应该要把它 应该就是要全部把它用焚烧的一个方式 把它处理掉的 因为我们怕说它是掩埋啦 或者是流出来的话呢 其实会伤害到人体 那另外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肉骨粉就应该是 它不是那么 不是那种疾病病死的那一种的话 不是疾病的那一种 譬如说小猪不小心被它妈妈压死的那一种 那又不是疾病的那一种的话 当然它就还可以再处理掉 所以它可能这个 这个尸体再去抹一抹粉 就叫肉骨粉 然后就把它配到哪里去 好恶心对不对 然后你又吃了 你看这张图一会儿 是不是有从此不再吃了 好所以在我们农业生产里面 废弃物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还蛮有一些利用价值的 好比如说它去做有机分 它去做早气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像我们现在推动这个 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呢 政府现在就开始要去补助 饲养超过5000头的这个租厂的话呢 政府要补助它们去做早气发电 要补助它们去做早气发电 去做这样的一个设施 但是早气里面早气发电 有个很大的要去突破的 就是里面寒流很多 好就因为可能它吃饲料的关系 所以这个早气里面寒流 然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发电机的话呢 它的寿命就会减少 就没有办法 那个发电机呢 可以持续的去一直运作的非常好 好所以这个发电机 要有脱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或者这个早气呢 必须有脱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话呢 它才能够做得到 好那另外这个同样的在做早气的话呢 像牛它就相对的 它的它体积比较大嘛 对不对 所以它承造出来的这个垃圾 就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通常去做早气的话呢 牛的龟牛呢 就会比这个猪的话呢 来得容易做一点 好那猪吃什么 在这个养猪场的这个地方 我们说它吃饲料嘛 对不对 这饲料里面是什么成分 你又不知道了 猜猜看呢 它很重要的成分是什么 玉米大豆小麦 大概就是这些物质 这些我们有没有生产 一点点而已 多数要靠进口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粮食制给率很低的原因 虽然这个猪都是我们自己养的 可是它的饲料呢 都还是要靠国外的进口 都还是要靠国外的进口 所以开放美猪呢 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开放美国猪肉进口 我们现在已经开放部分国家 像丹麦啊 它的猪肉是可以进到台湾来的 那现在就是美猪嘛 那美猪最主要问题是因为 它有用这个莱克多巴胺 那我们不希望它进来 因为我们台湾说我们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不要 这个国民待遇原则的话呢 我们就要求它也不可以 所以美猪的话呢 用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就进不来 那所以我们进猪肉好呢 还是我们进原物料进来养猪好 进原物料进来养猪 然后就产生一大堆的猪粪 对不对 还要后续要去处理 进猪肉来呢 可是很多人就会失业不是吗 猪农就失业了 那租灾场也就没有了是不是 所以农委会主委真的不是很好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梁座工厂 刚刚很重要的 刚刚讲说租灾场 我就说不要说下去了嘛 好那梁座工厂呢 在云林德达皮的这个地方 一个工业区里面 这个老板呢 他原来是做动物的这个营养添加剂的 然后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是很下游了 他是在卖这个添加剂 所以他要卖得多呢 就养猪要养得多 他才能够去卖得出去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我自己来养猪看看 看猪怎么养 所以他就去养猪 养了猪以后呢 就需要屠宰 就要屠宰 那所以呢 他就去 他没有 他还没有能力 他规模还不到 这座这个屠宰厂 但是他更有 更有这个野心的是 他希望提升台湾的这个 农业的这个文化气质 所以他也要把这个养猪业 把它文创化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 叫梁座工厂 Next Land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这个场所 所以他有一个是做 他有点做成是一个 猪的博物馆 这是他做的猪的博物馆 这是他厂房里面 他的这个工厂的外面 他的工厂的外面的这个庭院下面 他就有一些铜啊 铁的一个这种雕塑 看起来都是猪吧 看得出来吧 梁康太强了是不是 他就做一些雕塑 所以他的景观的话呢 他就花钱去做这个景观 这看得出来吧 是猪吧 你从来不知道猪还蛮可爱的 这是他里面的博物馆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有没有 什么兰瑞斯啊 约克夏啊 杜洛克有没有 他就用这张图的话呢 就让你知道 台湾的猪是怎么配的 这个兰瑞斯呢 是母性比较好的猪 他比较会照顾自己的猪 照顾自己的小猪 约克夏呢 比较不太认真照顾猪 所以就把这个猪 跟这个约克夏先合并出来 变成是总母猪 然后再去跟这个总公猪去交配 然后生出来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吃的猪肉 大概就是这种LYD的这个搭配出来的 就这三种猪搭配出来 它是两阶段 它是两阶段 然后我就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他不是母性不加好 那不是应该用母猪吗 这约克夏不是应该用公猪吗 因为这看起来像母猪 这像公猪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没有啊 公猪也是有这个 也是有nipple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采这个兰瑞斯的这个母性 来 然后这个图的话 你知道吗 这个图就在讲这个猪的 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整个阶段 然后他都用什么 卡通 比较Q版是不是 好 比较这个卡通式的一个来呈现 然后他就讲 从小这个猪的一个生产 你可以看到这个母猪生产 那母猪 母猪生产的话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会被圈起来 就会被圈起来 然后母猪生完之后的话呢 母猪就在那边生小猪 这个就是母猪在生小猪 那因为母猪体积很庞大 所以他不小心就会压死他的小猪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小猪它有一些存活率 除了在出生时候难产啊 或者是出生之后被他妈妈压死的 所以为什么难事若是比较重要 因为他会很小心不要去压死他的猪 可是这个其他猪可能就没有这么仔细了 好 那所以他们就要比较好的环境呢 好 来这个 这个小猪还是要吃这个 吃这个母奶 所以他要跟他住到一阵子 他住了之后呢 比较大的时候就要去分离这样 所以他就会把他拿出来外面 就拿出来外面就开始去做肥育 然后养成的时候呢 就开始要把他送出去 这边你可能看不到 有一个人拿一个白色的板子 他就拿一个白色的板子 那我问他这是干什么 他说这个板子呢 会让猪觉得那是一个墙壁 所以猪呢 他就会往前走 他就不会往后退 那以前我们在赶猪的话呢 就用鞭子啊 用什么这样去抽他 所以就很不人道 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板子的方式 那猪就觉得 后退的话是有一个墙壁 所以他就会一直往前走这样 所以你就不会去虐待他的一个行为 就会比较是人道啦 比较人道 这是他的这个补物馆里面 跟猪好像不太能够衔接在一起 对不对 跟养猪不太能够衔接在一起 好那这个是他的成色 这是他的成色 就是说这是比较传统的这个 那个母猪在怀孕时候待的那个 待的环境 你看他非常的狭小 所以就不太有猪到 对不对 没有给他很好的 这个animal welfare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旁边就是一个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一个设计 这母猪就在这个地方就这样被圈住 他就不能动 完全不能动 他就在那边待产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们去盖一个 类似像这个待产房这样子 然后就有很多母猪都在那个地方待产 然后就很多的这个比较活动式的 就你会看到这边 好这个母猪他可以自己后退 就把门打开 他就可以到外面来穿门子 好 然后这个穿完门子之后呢 他就可以再回去 就比较人道一点 所以母猪比较快乐 可能生出来小猪也会长得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的这个 animal welfare的一个考量 好那这是这个 他在讲猪的营养的上面 都很可爱是不是 好这话很可爱 猪要吃什么吃什么这些 所以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大众物资之外 其实他还需要添加其他 就跟我们人一样 你要五大的营养要素 那猪也是一样的 是要这样子来吃的 所以不是说他那么可怜 只吃这些东西 那这张图的话呢 他就说猪可以做什么用 除了我们吃猪之外 猪还可以 整个猪还可以做什么用 猪皮可以做皮鞋 这你知道吧 然后猪的这个胶原蛋白的话 这些大概就是猪的胶原蛋白 可以做蜡皮 然后旁边可以做那个小熊糖果 然后可以做啤酒 就是他的那个胶原蛋白的部分 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就跟他建议 因为他有做 他有做DIY的部分 那DIY是在做肉丸 然后他就说这个肉丸呢 同样材料给你每一组做出来的肉丸 都不太一样 就是你的这个使劲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说这肉丸不太有趣吗 可不可以做蜡皮 既然这个猪的话呢 可以做蜡皮 那小朋友在这边做蜡皮 做完之后就可以在那边涂雅一下 那会不会觉得很开心 至少说你看这蜡皮是我做的 或者是做那个小熊糖果 做那个ticular软糖 这个DIY也比较好吧 对不对 对你比较有吸引力吧 然后他们也自己出绘本 他们也去讲一个猪的故事 然后就有这个绘本 这是绘本里面的这个娃娃 然后这是他在这个分切场里面的一幅画 这应该都是他们的团队里面画出来的 这很文创对不对 这非常的文创 猪还蛮可爱 你终于觉得猪还蛮可爱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他有一个绘本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绘本现在在吗 他说第一刷印出来 颜色不太对 全部销毁掉再重印 他就在重印了 所以那天就没有 然后他在现场 他有一些有些平板 可以让小朋友去看这个故事 然后他说 这个小朋友破坏力很强 所有那些平板都不见了 都已经被这个小朋友 就这样戳戳戳就戳坏了 好 就刚刚你有看到营养树里面有一只吗 他说这个叫做蜘蛛基 去组织蜘蛛的这个机器 从最下面这东西丢进去 下面这个株就跑出来了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做了很多的 他们类似的吉祥物 放在他的整个园区里面 所以你进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吉祥物 所以他把他的整个园区里面的东西的话 他就用绘本 用这些图案的话 把它串在一起 但就很靠奇 这个老板是谁 他儿子比较有名 他儿子叫吴季刚 所以他们有这个创意 好像也不 一点也不会太困难 对不对 那我就说 你是不是可以放一虎吴季刚的这个 他就画了一个刚刚那个图案的那种手稿图在那边 如果你放一张吴季刚签名的时候 这张是他画的 那大家都是 那张可能也会不见了 好 这个是特别给大家看的 赤猪肉要怎么搭配 你们需要搭配什么 这个你很需要对不对 这你很需要吧 然后这个猪肉加高丽菜 他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好好包包 他就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这样的吉祥物 后来我把它搭在一起 原来你把猪肉包在高丽菜里面 可以预防这个动脉的硬化 所以以后看到高丽菜 回去跟你妈妈讲 不用 应该你自己做 自己就可以做了 就做个搭配 要增强免疫力 就猪肉加胡萝卜 要增加要抵抗疲劳 你就把洋葱加进来 然后加高丽菜可以预防这个动脉硬化 加启司呢预防骨质疏松 加鸡蛋呢美肌功能 叫如果你要练脂肪的话 要多把这个肉跟鸡蛋混在一起 记起来了吗 要记得 那它真的让我觉得它很好 你还记得 刚刚我们从屠宅场出来 一直到分切到零售市场的这一段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冷面的部分 我们包括从分切场出来的时候 在分切场里面 它可能都是在地温处理的 可是当你猪肉出来要到超市的这一段 它是不是继续还是维持冷面 这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它有这辆车 它的这个猪的品牌叫做救好猪 OK 所以它的猪是有品牌叫救好猪 所以下次你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呢 你就要知道 你就要跟这些点想在一起 这辆车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冷藏车 你可以看到这是从后面 这上面有挂的有没有 所以它的猪场不是在大皮这个位置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它的猪呢会送到屠宰场去屠宰之后 再用这个冷藏车 把它送到这个 现在这个工厂里面去 这个工厂有分切场 所以基本上这个工厂是一个分切场 所以它在把它分切呢 切成不同的部位 然后包括后面它再去做加工 做香肠 做培根去做什么这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是 猪的地方 它整块它已经把它串在一起了 除了它没有屠宰场之外 其他它超通都有 那我要特别讲这个 这个冷藏车 因为所有的猪它从屠宰场出来的过程 如果没有冷藏的过程 这个猪肉 包括刚刚你看到 从屠宰场到我们的这个零售场 你知道是怎么运的吗 你如果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 你就到树林的那个屠宰场 然后你就跟着 你就可以跟着它们屠宰完之后 你就看到有一些小货车 那种什么 在卡多的那种小货车 然后它就会载了几头猪肉就挂着 然后它就会从树林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走 有时候你在高速公路晚上不太睡觉的话 你在高速公路上走 你就会看到有一辆车 上面就挂了很多的猪这样子 就这样垂挂着 如果你不是这样一晃过去 你可能会很害怕 就觉得它挂了什么东西在那里 还蛮吓人的 然后所以它就从那个地方 就这样子从树林开车 经过高速公路就到台北来 然后它就会把它放在什么 水源市场的肉摊上 就丢上去 然后就再到另外一个市场的肉摊上 就把那个猪就再丢上去 就这样子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买猪肉 你妈妈什么时候会去买猪肉 早上七八点 那个猪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小时了 两三个小时了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们都说温体猪肉好吃 对不对 可是你在想 这个运输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卫生的 但是我们都还是吃着这个猪肉长大的 我们抵抗力是蛮强的 所以它要去突破这个地方 它要突破这个地方 所以它用这个救好猪的这个车子 从屠宅场把它的这个肉运过来 后面这地方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货柜车的那一种码头 货柜码头这样子 直接进来就是它的这个低温的这个分切场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猪肉确定它是不会 它是没有冷链中断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地方挂的呢 这个圈圈它要挂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猪呢 就是要这样挂着 那我问他说 这个车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他说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是XX公司 可是这里写的是两座工厂 就是他们的工厂 那这是某某公司 他说这个是跟人家租的 跟这个汽车公司租这个 租这个车子 然后那我说司机呢 他说司机是我自己的 那为什么你不自己买一个车子 他说这个车子还在试验 因为台湾这是第一辆车 还没有人坐这样的一个车子 所以我是第一辆车在做这个 在做这个事情 那三年之后这个车 我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了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要把这个 这一个冷电的话呢 我要把它衔接起来 所以下次你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你要觉得还蛮感动的 开始有人在做这一段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 当然你只是在做电动屠宰 可是你冷电没有串起来的话呢 其实后面的这个猪的品质 是没有保障的 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冷冻车 分切之后它还有其他冷冻车 把它送到台北来 把它送到台北 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卖这样 所以这是让大家看到的 一个在这个猪的这个产业里面 有人试图去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然后去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冷链的上面的 一个整合上面去 去把它做一个突破 那当然因为它有钱才做得到 所以我还蛮希望它成功的 然后后面呢 包括它也把文创带进来 它也把文创带进来了 那那天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我去的时候 上上个礼拜 它的那个场地的话 还有很多人带着小朋友去 算是去的人还非常的多 非常多 好吧 你们就自己去吧 报上雷老师的名字 好 那这是鸡 猪讲完了就讲鸡 鸡呢 鸡在出生的时候呢 就要先看看它是公鸡母鸡了 先把它分出来 然后还要再剪它的嘴巴 因为这个鸡的嘴巴越来越尖 它就会去什么 它除了吃东西不太方便 它也会去酌人家 所以它们就彼此在那边打架 所以它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剪这个 剪嘴巴的这样 剪它的那个胃 剪它的这个胃的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说它的疫苗 在出生的时候 当它是小鸡的出生的时候 就会打那个疫苗了 好 好 那蛋鸡呢 这里有讲到这个 它的这个生理作用 它为什么生鸡 它为什么会下蛋 因为眼睛要受到光纤的照射 所以你现在又懂了 你如何让鸡生蛋 就一直照一直照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鸡生蛋 你是不是就一直照它的眼睛 它就会一直不断的下蛋 所以又开始不激淡 这个不激道了 有非常不人道的这个对待它 好 那 它18周就可以开始这个 就是它有这个生育力了 就开始就可以下蛋 然后它生产的 开始生蛋开始 到8个月大概就知道最高峰了 然后基本上呢 它是不是就该淘汰了 不是吗 否则再来它就开始衰退了嘛 那是不是就开始淘汰 就拿去做什么 低基金啊 就开始去做低基金了嘛 或者就是所谓老母鸡 就开始去顿补了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的基农还是蛮厉害的 做什么事呢 强制换鱼 让它觉得它又再一次的新生 它又从小时候开始这样子 好 所以让它换掉一次羽毛之后呢 它又可以再继续生蛋 这非常的 真的非常厉害 好 所以强制换鱼 你看 这是强制换鱼的过程 就是强迫它 让它的鸡毛掉了以后 再重新长出来 这套方法如果可以用在人身上的话呢 我们就永远有第二寸 对不对 所以烦恼烦童不是不可能 如果鸡是可以做的话呢 人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这边要强调 所有动物当它要生产的时候 平常我们吃说 刚刚讲猪的话呢 说它要吃的是那个什么 玉米大豆小麦这些东西 都是穀物 基本上以蛋白质为 都是以这个淀粉为主的这个食物 当它是要生产的时候 就必须一定要补充什么 蛋白质 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好 那鸡的这个地方是补充是钙 因为它有蛋壳让它比较硬化 不会破掉 所有的这个鸡啊 那猪啊 当它们要生产的时候 一定要补充蛋白质的养分 一种补充蛋白质 好 这是让它们这个 可以生产的时候 比较有这个体力 然后它们去怀孕的时候 也是比较好 好 那我们的鸡呢 基本上分蛋鸡 白肉鸡跟有色肉鸡 有色肉鸡 飼料换肉绿 我们希望它是越高越好 这品种比较好嘛 可是我们女生都不喜欢 对不对 女生的飼料换肉率太高的话呢 就需要去减肥 好 那这个白肉鸡的育成率还蛮高的 几乎啦 这个鸡养的好不好 当然就看育成率嘛 那我们的这个白肉鸡 电宅大概1986年就开始电宅 毛猪是比较早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毛猪电宅 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为了卫生的一个环境考量 可是我们没有做到底的是什么 那个冷链的一个问题 没有串接起来 真的还没有串接起来 所以我刚刚讲说 梁作工坊很用心的 在这个地方 他非常用心的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冷藏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好好去讲 在你博物馆里面去讲 你有做这一块 你有做这一块冷藏 那我们的白 我们的这个有色肉鸡呢 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 这个白肉鸡是比较早开始做 可是有色肉鸡呢 一直没有办法去实行 那2013年的时候 终于全面实施了 为什么 因为禽流感的关系 因为禽流感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去强迫 所有的这个机制的话呢 它一定要经过电载 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 所以以前你看到 包括水源市场 南门市场 我们这些传统市场里面 都还有活鸡 都还有活鸡 然后就看到 这个鸡饭还在那边杀鸡这样子 还有那个鸡笼这样子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 大家担心就是说 禽流感会不会变成 传到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强迫 进到台北市的鸡 一定要在台北市 进到台北市之前 就已经屠宰好了 就已经屠宰完这样子 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市场去 可是我们的环南市场 那个地方 那个是有一个 肉鸡的拍卖市场 在环南市场 所以它基本上 它就是在那边拍卖 然后鸡饭就在那边 屠宰 那有电宰厂 就在那边屠宰完 所以一样呢 它就会把这个屠宰好的鸡 送到我们这些传统市场来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一样面对的问题 就有一辆这个小货车 然后就会载着那些鸡 屠宰好的鸡 然后它就会拿着这个鸡脖子 就把它甩到这个鸡饭的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铺子上面去 所以一样还是有冷面的问题 这是白肉鸡 所以从鸡蛋到小鸡 21天 从小鸡 孵出来的小鸡 然后到层鸡呢 35天 现在又可以下降到32天 就可以屠宰了 然后你们都觉得 这是不是达了很多的成长基数 告诉你绝对不会的 因为成长 这个生长数的话呢 这个生长数绝对是比那个 飼料成本还要来得高 所以你绝对不用担心说 它打生长基数 但是它会打抗生素 那倒是真的 因为鸡也会生病嘛 所以它生病的时候 它会打这个抗生素 打这个 会有这些东西 这是你要担心的 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说 鸡有什么生长基数 那个是不会有的 你也不要怀疑说 32天这个鸡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子长出来的鸡 以现在的饲料配方 还有那个鸡的品系的话 32天是OK的 所以你也不要去 跟人家站在那个 麦当劳前面去抗议说 它的鸡呢 32天养出来是不激到的 它是在白肉鸡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不然的话呢 那这个鸡肉 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便宜 你是吃那个鸡腿便当 它可以维持蛮低的一个价钱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有色肉鸡就是我们俗称的土鸡 可是它不是台湾原生的土鸡 就刚刚我们讲 其实它还是跟外来的鸡种配合的 那因为它的那个鸡毛就不是白色 那白那个 我们叫那个白肉鸡的话呢 就是它鸡毛都是白色 这两种鸡的这个口感是 它的用途也不太一样 因为白肉鸡它成长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它比较适合就是去做炸鸡 好 所以为什么炸鸡店 这个鸡一定要用白肉鸡 而且它成长的速度又是比较快 所以成本又是比较低 因为在炸鸡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吃过鸡块的话呢 它是不是要有一点点juicy的感觉 那才是比较好吃的 那白肉鸡基本上 因为它都没有什么动嘛 所以它基本上油脂就比较多 所以在炸的过程 它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油就会滴出来 所以在你吃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它就不会是那么干干彩彩的 可是有色肉鸡它饲养的时间是比较久 而且基本上呢 我们会比较 让它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就会比较多的这个muscle 所以它的油脂会比较小 所以它比较适合的去做那种什么 就是做炸骨啦 就是做其他的这些料理 这样子做这些 所以这两个品系的话呢 基本上它们的用途是不太一样的 它们两个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用途 好那白肉鸡的话呢 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土宰 那所以它在这个产业供应链上面 大概从这个饲料厂开始 往上下去做垂直整合 那这饲料厂 譬如说大臣浦丰 它们就是很重要的饲料厂 所以它们原来就是在卖饲料 当然我要把饲料卖得多呢 我是不是刚才自己来养鸡好了 可是我自己养的话呢 当然我又要弄一批人去养 所以它就找所谓的带养户 就是弃作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就给这些带养户的话呢 就请他们自己把鸡舍盖好 好所以大概就是两分地这样子 去盖一个鸡舍 然后大概夫妇两个就可以来养鸡 它就把这个小鸡给他们 把饲料给他们 然后就让他们养 养好之后呢 它就会负责 它就会承诺说 我会用多少钱把你的这个鸡的话呢 买来 好我就帮你买来 那在过程 饲养过程里面有任何问题 我的兽医会去帮你看 我会去帮你看 大臣的大臣捕风 大概在这一块的话呢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所以甚至就包括他们把电宅厂呢 也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它就有很多的带养户嘛 所以它养了这个鸡的话呢 量就很多 所以它自己就可以有电宅厂来做电宅 好所以这是在白肉鸡的话呢 大概从这个饲料厂为中心 开始做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整合 所以包括总机场 它也可以是跟外面的外包 它也可以自己呢 去把这个总机场把它包下来 因为反正它要把这个总机放 这个小鸡放出去给人家养 好所以它也把总机场的话呢 把它包进来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大臣它不是有很多做很多什么 它有说做鸡块啊做什么 做一些料理包 所以它已经开始从下面呢 走到食品加工了 它甚至是出口 你可以去看它的网站上面 它的整个相关的这个 它的这个产业都已经有了 好那当然大臣它还有做的是 它也引进了其他的食品 比如说像Burger King早期是它引进来的 Burger King里面的话要炸鸡块炸鸡 当然就是它们自己就可以供应了 那它去做其他的这个 熟食加工的部分 它就可以走到市场里面 或者是它可以走到 去做外销的一个部分 好这是主要是 大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它们的这个带养怎么样带养呢 比如说总鸡饲料我都给你 然后我都可以免费的给你 然后我最后呢 我给你100只小鸡 最后你养成的32天之后 你养成的100只 每一只我就给你10块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计算 所以你刚刚看到养成率是多少 将近100%对不对 96% 所以你的养成率越高的话呢 当然你的钱就越多 100只你全部养活的话 那你就有1000块的收入 所以当然你不会养100只对不对 如果你养1万只的话呢 35天你就可以赚多少 就10万了是不是 1万只你就是10万 你一年可以养几次 你那个鸡舍一年可以周转几次 你将几乎一个月 就可以周转一次对不对 那我不要养那么多 我养10个月就好了 所以我大概 一个月大概就是10万的净收入 我只要全部养出来的话 那我10个月的话 是不是就已经就是100万的收入 这样不好吗 已经不错了吧 基本上是没什么风险的这样子在养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在比较这个 我们说比较没有其他工业机会 服务业的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能够有用到这一块土地 你能够把你的鸡舍做出来 你能够把你的养殖技术培养出来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到 是给自主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农村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 这个是 这个白肉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大臣 他们现在呢 在我们食安问题之后 他其实又占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模式 因为所有的材料都需要做这个来源登记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做下游的 譬如说麦当劳 他们自己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能 那其他的一些 做连锁餐厅的什么的 他们的肌肉 他一定要找什么 有品牌的这些人来供应 因为在这个可以去做溯源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大臣他们现在呢 他已经去扩建他的一个电宅厂 他把他的 他的原来的这个电宅厂 他又再把他去做更多的更新设备 那希望他能够 他包括我们刚刚讲说 他已经有做到一些手持加工的部分嘛 所以他又可以更可以去做什么 跟上游去代养这个部分的话呢 他可以去做更多的衔接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 所谓的溯源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让很多的下游厂商 他不得不去找比较大的品牌商了 因为他的这个溯源 当他出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很清楚讲 我是跟谁买的 我是跟大臣 我是跟浦峰买的 所以这个大厂出了问题的话 当然他们的责任承担都相对是比较大的 是站在风险分担的一个概念上 那有色肉鸡的话呢 有色肉鸡基本上现在大概也有 产类似这样的器座的一个模式 大概有这样器座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有色肉鸡他养的时间要比较长 他大概要养到13个礼拜 所以他们当然吃起来这个肉质是不一样 品种也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专业的养鸡场 过去的话呢 没有要求电载 大概他们从贩运商 然后就到这个零售商 就直接这个卖到零售商 那在零售商那个里面去做电载 然后另外一条线的话呢 大概就是在电载厂这个地方去做加工的话 他们一定要经过电载厂才能够去做加工 那现在通通都需要做什么 电载之后才能够到零售市场里面去 那所以刚刚你可以看到 在白肉鸡的那个部分 因为全面电载的关系 所以是饲料厂变成产业的核心 那现在我们看有色肉鸡呢 同样电载进来 那这个时候谁会变成 这个供应链的核心 为什么这个有色肉鸡 它的电载实施比较困难 因为它的size不太一样 那它的品气也比较多 然后那个美质鸡的那个体积 大小不太一样 白肉鸡都比较差不多的size 所以他们在电载的过程 是比较容易进行的 那有色肉鸡是相对是比较困难 所以在这个电载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现在可能这个产业也会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能这个养鸡厂 比较大规模养鸡厂 它会去跟电载厂做一些合作 他们可能去做一些合作 然后他们可能会去找什么 有色肉鸡的品牌 他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品牌 像我刚刚讲大城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已经规模了 他们已经做了很久 规模很大的 所以他自己就是大城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你在超市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一些已经加工好的产品 那有色肉鸡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地方正在做一个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 那他的一个模式现在开始 有一些 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养鸡厂 他也开始去做弃养的工作 他也开始去做一些带养的工作 因为他 他的规模大 那我自己的养鸡厂 我可能只养20万只鸡 然后我如果 把我的规模扩到40万的话 那我要投入比较多的钱 可是我40万只鸡的时候 我去跟人家谈动物用药 我去谈饲料 我的成本都可以降下来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效益的话呢 降低他的生产成本 然后他就去跟其他的 比较小规模的这些养鸡户来谈 一样类似刚刚的一个概念 我给你这些饲料 我给你这些什么 养成的时候呢 我一直是10块钱来买你的鸡 然后带到下游去这样子 所以 专业的这个养鸡厂 他就跟这个总计啊 动物用药这边 用大规模的 这个谈判的一个方式 比较大的采购模式 来降低他的成本 另外一边的话呢 他一样去找这个 带养的一个 带养商 带养基农的话呢 来跟他做生产分碳的 这个分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预期 他也会出现一个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供应链的出现 好 今天我们学很多了 好 你现在知道说 你以后要怎么吃 挑鸡肉是不是 好 至少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白肉鸡 什么叫有色肉鸡 是不是 好 你要能够吃得出来 好 其实你们平常吃的便当 里面都是什么肉 白肉鸡还是土鸡 有色肉鸡 你们平常吃的排骨 那个鸡肉 那个鸡腿饭里面的 那个鸡腿 都一定是什么 白肉鸡的鸡腿 而且它都是 国外进口来的 好 因为像美国 他们基本上 他们吃鸡胸肉 他们不吃鸡腿 所以正好把鸡腿 卖到台湾来 好 所以这个 基本上很多的这个便当的话呢 它的鸡腿大概就是 从国外进口来的 所以这个便当的成本 可以压的相对是比较低 那可是那些 所有的那个什么 那些做药膳的 什么那个敦补的那些的话呢 它大概就是要用土鸡 用有色肉鸡来做 好 好 那我们的验证呢 这是大概2005年的时候 蘇嘉全 就是现在立法院院长 他在当农会主委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政策 他提出来叫新农业运动 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法案 那他的母法呢 叫做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办法 在这个办法之下的话呢 他就另外有八个执法 相关的一个执法 好 然后在当时推这个政策的时候 预计是2015年呢 台湾的这个农产品都要可以有产销利率 去跟国际接规 但是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了 我们好像跟这个目标还蛮遥远的 好 那也不用奇怪 因为蘇嘉全后来就不当主委 不当主委之后呢 他所有想做的事就没有人帮他做了 好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条 好 然后这里面呢 好 这边有几个名字你要知道的 好 验证机关呢 就是去 要去帮人家 好 要去帮农民来做他的农产品生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提供他的标章 好 能够给他们这个标章 可以使用这个标章的过程 就叫做验证 好 就叫验证 所以程序上来讲呢 先要有一个认证机关 去对验证机关去做认证 好 就说你有能力去做这些检验的这些工作 然后验证机关得到这个许可之后 他才能够去帮我们的生产者 去做他产品的一个验证 好 那验证之后呢 这些生产者的产品才可以拿到 那些所谓的这个农产品的标章 而农产品标章有什么 好 基本 基本上我们讲的认证机关 好 在台湾大概就是叫做这个全国认证基金会 好 简称叫TOP TQF 好 然后在食品的部分的话呢 包括食药署 他们也可以去做这样认证的一个工作 好 那这个TOP的话呢 他可以去做认证的工作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政府许可的一些工作 一些公司可以去做 但是大部分最重要的就是TOPF跟这个食药署 他们是最主要的认证机关 所以所有的验证机关 一定要经过认证机关的认证之后 他才能够去做验证 OK 好所以你在讲标章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把这两个名词把它理清楚 我们讲的标章是验证 然后这个机构的话他需要去做认证 他需要去做认证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SGS它是什么 对所有的厂商他每次都喜欢讲 你看我的东西是有SGS的认证 SGS是什么 SGS是一个验证机关 他可以帮你做一些检验 他也可以去做帮 就是说那些这个农产品标章 他经过认证之后 他可以去做这样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是一个验证机构 他是一个验证机构 他本身不代表任何的标章 他没有什么公信力的 好 那他下面的执法呢 有一个叫优良农产品 有一个叫有机农产品 有机加工品 另外有一个呢 就叫做这个产销利率 所以我们的真正的标章 大概就是这三类 你要记住我们只有这三类 一个叫优良农产品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有机农产品 有机农产加工品 第三个叫做产销利率 所以吉原谱呢 没有 在我们这个模法里面 是没有吉原谱的 所以原来在这个办法实施的时候 吉原谱是要退场的 可是因为吉原谱是因为已经实施了 而且他的这个 他并没有很强 他并没有什么验证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只要农民把这东西送到农委会的什么 什么几个旗下的一个机构看一看的话 他是安全用农药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农药只要检验 它的残留没有超标 就可以得到吉原谱这个标章 好所以吉原谱这个标 这个标章的话是很容易被仿冒 因为政府一印就可以拿一堆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贴 然后甚至有农民呢 就拿别人家的产品去做检查 然后他也得到标章了 那是别人家的产品 所以这个整个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完整的一个系统 所以当他在前不久 在两年前吧 爆出这个问题之后 农委会已经讲他要在2019年 或者2019年2017年要退场 但是农民要去抗争 农委会又说 那我们再去做一些什么调整这样子 所以以后你不要再去跟人家讲吉原谱 你不要再去跟人家讲吉原谱 那优良农产品的一个概念 他强调就是说 他使用的国产农产品 就是只要他的原料是用国有农 我们国产农产品的话 我们就可以朝这个优良农产品 验证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CAS 大家就解这个C是什么 Chinese是不是 后来就说不对啊 这不是Chinese 不然我们要叫TAS 是不是 然后他就说C叫Certified 叫Certified Certified跟优良好像没什么关系不是吗 那Certified的agricultural 是叫什么Standard 后面那个叫Standard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是CAS的一个标章 那有机农产品的话呢 当然就是有机农产 就是他强调的是有机农产品跟加工的一个部分 所以有机产品基本上也是以CAS为主 可是他是改成一个加上一个Organic 那这个标章很重要的必须要搭配是你的验证机关是谁 谁帮你做验证的 所以这个标章出现的时候必须跟你的这个 验证标章跟你的验证机关同时出现 那当然啦 验证机关应该也是有一点点的水准的参差不齐啦 虽然他们都得到认证 但是水准怎么样还是可以这个 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找比较好过的去做验证 那另外一个就是转型期 再转型期 因为这个有机生产的话呢 中间你的这个土壤啊水源这些的话呢 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可以在转型期的时候 给你像这样一个转型期的一个标章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特别强调是转型期 中信大学他们还有屏东科大和云南大学 他们大概都有在做这个验证的一个工作 他们大概都有做 成大也在做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所谓有转型期 这种标章的话呢 它还是合理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容许有转型期的 OK 那第三种标章就叫产销履率 就是产销履率 那这个产销履率强调就是说 它是依据这个良好农业规范 那良好农业规范的话呢 就叫GAP 那你之前听过一个叫GMP 对不对 叫做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 那叫GMP 良好的这个制造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们原来在食品加工的那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GMP 它其实是GMP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在农产品这边的话呢 就是GAP的一个概念 好就是说它有照着一定的程序的话呢 来做生产 然后可以做到溯源的话呢 那我们就给它这个产销履率的这个标章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的最主要它的生产的话呢 是有批次的 它是有批次的 那它的标章呢 是用这样子 是用这样呈现 好那这个QR Code 就是让你可以连接到 用你的这个行动装置的话呢 连接到你的这个 这个产销履率的那个 那个网站的话呢 去查询 就说知道说 这个它的生产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 那 这也很重要的 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所谓 就是说 这个溯源的话呢 是一批一批批次生产的 好因为我像 我这一次种这个牛番茄 那我就是这一批 所以我验证的时候 就是这一批牛番茄这一批 好那过了 我下一批再做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标章 会针对是这一批来做 好所以 基本上呢 这个标章在印的时候 是有一定数量的 它不像集园谱 就是说你拿到之后呢 它就给你一堆 好一卷 然后你就自己去贴这样子 好所以不是数量限制 可是像这个 产销利率的话呢 就是你这批数量有多少 那所以你就只有多少的一个 这个这么多的标章可以贴 那这个标章 基本上大概就是用贴上去的 它不会说印在塑胶袋上面 它没有办法印在塑胶袋上面 就每一次的话呢 你就必须塑胶袋外面去贴这一个 那我们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规范的 它说如果你是产销利率 那这个标章不见的话呢 你要被划钱 好就是说你说 你是拿到这个产销利率的这个农产品 那你就一定要贴这个标章 那这个标章不见呢 就可以去检举你 然后就被罚钱 好因为就有一个学生 他们的这个名呢 就是有产销利率的 就是他们在超市里面的 那个标章就不见了 然后就被人家检举 说那个标章不见了 所以他们就合理怀疑呢 是不是这个竞争对手做的 好故意去把这个标章把它撕下来 这样子 好那蛮奇怪的一个规定 好所以你现在要会看标章 几种标章 三种 CAS 然后有机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产销利率 这三种标章 这是我们官方的标章 好这三种标章 然后你要讲说什么 你如果在看到有人讲说什么 我是SGS检验 那是什么意义 那叫没有意义 OK 好所以你也不要去跟 以后你要对外发 就要跟人家讲 好就是说 哎什么 就在讲这个 在做 在做我们农产品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清楚知道 我们就只有这三种标章 也没有所谓解决谱的那个标章 好这是官方发行的 就这三种标章而已 SGS呢 它是来做验证的工作 它可以帮你做检验 我没有标章的时候 我要去检查 我没有重金属残留 我有没有这个农药残留 你可以送给它 它可以帮你检查 可是它检查的结果 它会加注一句话 这个检查结果 是根据这个送神者 自己送来的样本检查 所以我只对这个样本做负责 其他我是不做负责的 这是它的自保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它会告诉你 这个检验报告你不可以拿出去 做你的宣传用途 基本上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自保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你不能拿说我SGS的检验报告 然后就去宣传这样 除非说人家是要你提供证明说 你有去做检验 你才能够去附上这样的一个检验 不然的话呢 你不可以说在我的网页上去切说 我是SGS检验合格 什么之类的 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们不要去受到这样的影响 也去跟人家讲说 什么SGS 非常了不起 没有 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它一点都不是政务的标项 那在食品方面的话呢 以前我们叫GMP 现在叫TQF 叫Top Quality的Food 就是在加工品的这个部分 那它一样有那个微笑标章 那我必须帮这个GMP呢 帮它做一个澄清 其实GMP当时是对产品 它不是对工厂做这样的一个验证 所以真正的是出现的是 一个产品上 我有得到这个GMP的一个验证的话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产品上挂上去 所以你不可以在你的工厂说 我有GMP的标章 是你的工厂里面的某一个产品有 是这样子在用的 可是GMP它没有很认真的去抓这一块 所以后来我们在石安的事件里面 看到很多工厂 然后就说你看它都有GMP的一个标章 怎么它产品出问题 它出问题的都没有 都不是GMP的产品 所以GMP其实是很 其实是对整个 对我们的食品加工业是有很大的提升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大家这样抗争抗争之后 好GMP大家就不用了 因为GMP大家笑脸就变成是苦脸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那个没有代表性不安全 大家就不用 可是我们现在厂商呢 好我们现在就把它讲成这个TQF 可是国外它要认的 基本上你刚刚还记得 我们讲的叫什么 GMP 它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产规范 或者我们农业的一个规范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称 所以它是有一套的一个标准 照这个标准走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叫GMP 所以当我们的厂商 我们的一些食品厂 我们的一些科技厂 当你要把产品卖到东南亚去的时候 东南亚说 请你出示GMP的这个标章给我 那这业者就傻眼了 我们已经没有GMP了 我们叫TQF 然后拿TQF给人家看 那说什么叫TQF 它跟国际是没有接轨的 好就是关在我们门内 在我们台湾之内自己来讲 GMP现在转型的升级了 叫做TQF 可是你走不出去台湾 因为东南亚就没办法 好那所以业者呢 就跑去跟工业局去澄清啊 就说啊怎么办 你可不可以帮我出一个证明啊 TQF我就等于这个GMP啊 让我可以出口 那政府就说啊 这不关我的事啊 你自己去找TQF好了 好就这样子互推 所以这是应该说 我们在整个实案事件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些标章 那我们就有过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误解 然后又没有去 好好的去反思 那造成我们现在 其实对业者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的 其实都是蛮负面的一个影响的 好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当时我们还是维持这个GMP的话呢 它至少就是一个 我们讲就是一个良好的作业规范 它跟国际是有这个观念 是可以去承接的 好但是我还是要再来的告诉你们 我再来告诉你们 你们绝对不要再去讲什么SGS 你也是验证啊什么的 好 它是帮你做检验 你有没有 残留有没有什么 然后你的标章有什么 农产品的标章就这三种而已 食品的标章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TQF的标章 再不然你就去走国外的 你就走国外的 然后对工厂来讲的话呢 前面我们讲过 你可能拿ISO 你可能就拿ISO 你可能拿ISO21000 然后这ISO 这个多少跟食品有关系的 它是整个工厂的流程上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验证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政府有特别规定 好像这个水产品啊 它特别就要拿HESIP HESIP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章 就是这些而已 我不知道你今天听的这些 你对我们的农业 你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体会 你对农业是不是觉得更加的 肃然起庆一点 对我们农民的话呢 更加的尊敬 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知识 他们一直不断的 他们一直不断的这个努力 那很多农民他也不见得 他不见得是在这个专业 他不见得是在学校学的 他可能就在他的农场里面 他自己慢慢摸索摸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知识 那我刚才讲 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生产技术 是比较好 我们的管理比较好 确实我拿了一些比较给大家看 可是人家是不是也是进步的 非常的快呢 对不对 那中美说现在靠我们的这个 技术的一个教导 那中国大陆过去靠我们的台乡 把技术带过去 可是他们当然也会学习啊 他们自己也会去成长 所以他们是不是紧追在我们后面 甚至已经会超越我们呢 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可以发现 在农业里面 是不是有蛮多的事情可以做的 好像现在所有的创业 我们都觉得 现在的创业好像都是做那个 做那个什么 跟电脑相关的做这个做软体的 做APP的做什么物联网的这些 好像他们才是比较有希望 农业好像没什么希望 可是你刚刚看到的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 兰花的品种的开发上面 在我们的种苗的生产上面 在我们的包材上面 这些其实都存在的非常多 我们可以去着力的一个空间 因为你只要人还要吃饭 你只要你还想要欣赏这个 漂亮的这个环境的话 总还是我们可以着力的一个部分 所以农金系的同学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这些比较这个科学方面的 这些知识的一个背景 可是我们有想法 我们可以跟去做这个跨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我们还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农业的话 在整个技术 在我们的品种改良上面的话 在它的应用上面的话 其实有更多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当中的一个 而且还有一个深入的 那我们可以参加了一些 的股票 我们可以参加了一些 的股票 可以参加了一种 这个行为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参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